拥有双重人格的男主见过吗 白天气场两米八 一记余光就让人当场实话 晚上却在女人怀里哭唧唧 姐姐抱抱去高高 她叫顾威蓝 是联邦帝国总指挥官英语的特别助理 负责执行英语处暖床以外的一切指令 这个男人能有多偏执 只因女主迟到了0.23秒 当场被点名批评 吃早饭时 服侍的人上了一盘他不喜欢吃的番茄 便把人瞪得当场实话 就在这时 星剑发出警报 其他行系正在攻击舰队 英语迅速穿上军服 通知战舰准备出战 不久后 正在照顾伤员的顾威蓝被告知指挥官 为救下属服伤昏迷 您知道的 她的情况特殊 属下不敢让其他人靠近 就偷偷带她来治疗仓找名了 女人明白 无怪高富心存顾虑 她的上司确实不是普通人 是一只通过樊玉香被培育出来的魅魔分化人 而顾威蓝从小被实验基地选中 一直陪着她在繁殖乡里长大 从樊玉香出来后 联邦领导便下令格式化了她的过往记忆 将她送进军部淬炼 顾威蓝本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和英语再见了 没想到两年前 她被调派成她的随见医师 的确 这个世上没有人比她更了解英语 正当她准备给英语注射药剂时 手却突然被英语抓住 英语用力一拽 便将顾威蓝压在身下 顾威蓝吓了一跳 糟了 鸡脚发光了 这是媚魔分化人一感气才会有的反应 英语一把掐住她的喉咙 呼吸困难的她 只好尝试用自己的名字唤醒男人 听到眼前的女人叫过威蓝时 她眼睛里心疼的血色顿时软化下来 威蓝 真的是你吗 女人正在想办法与男人周旋 下一秒男人直接扑在她的怀里 威蓝 我好想你 好想你啊 尾巴直接缠住女人的双头 威蓝猛了 现在是什么情况 指挥官竟然在自己怀里撒娇 白天霸气侧露的高棱主挥官 晚上竟然喜欢在女人怀里哭吸机 拥有双重性格的她 在平日的工作中沉稳冷静 但在负伤后便会变成魅魔状态 看着在自己怀里撒娇的英语 顾威蓝都梦了 从来没想过 和她一起长大的那个少年 竟然会 会变成这样 威蓝 我好想你啊 你怎么不看我 顾威蓝想要推开她 你先放开我好不好 英语用小尾巴缠住女人的双手 我才不要放开 我要威蓝一直陪着我 谁能顶得住小奶狗的甜蜜暴击 不行不行 再继续下去 不怕要被打满了 女人强迫自己的清醒 英语不怪 你这样绑着我 我怎么给你上药呢 英语掀起来好不好 英语却多起小嘴 不抱着会难受 我好难受 威蓝可不可以亲亲我 说完她就在顾威蓝驳梗 种起了草莓 不断在顾威蓝耳边撒娇 威蓝 威蓝 亲亲我 顾威蓝突然反应过来 她的记忆不是被联邦格式化了 为什么还会记得我的小名 看着女人心不在焉的样子 英语泪眼汪汪 你是不是 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下一秒嚎啕大哭起来 吓得顾威蓝连忙哄她 英语乖 别哭了 英语不哭要威威抱抱 好好好 威威抱抱 威威 要亲亲 说完一口含住顾威蓝的嘴 就开始拉丝 尾巴也不安分地探进她的衣服 不知不觉 顾威蓝竟也沉迷了进去 威威 别离开我 女人一把扯过英语的衣领 顾威蓝 就这一次 就这一次 放纵吧 白天高冷霸气的指挥官 晚上却化身魅魔 还哭唧唧地请求小媳妇贴贴 顾威蓝缓缓地睁开双眼 发现自己衣衫不整地被英语压在身下 脸部蒸汽地红了起来 没想到一向轻欲寡欢的指挥官 竟然在口欲气完全变了个人 只见她抓紧女人的手 似乎意犹未尽 按照时间来算 她应该很快就恢复正常了 顾威蓝动作很轻地把英语的手从她腰上拿开 男人忽然抽气 这是又要哭的节奏吗 顾威蓝一慌 怎么办 算了 先堵住嘴再说 被吻上的指挥官停止哭泣 并再次昏睡了过去 女人连忙抽身 可身下的酸楚提示着她昨晚发生的事 女人不停地安慰自己 没事的 没事的 一次而已 随后便来到沐浴室 看着身上被种满了草莓 不由地感叹 昨晚真是太疯狂了 她把领口严严实实地包住 以防外人发现 随后穿戴整齐才走了出去 忽然就遇见了英语的父亲 英公爵好 英公爵一脸严肃 英语怎么样了 已经帮指挥官处理好伤口 目前没什么大案 可能因为伤口感感发热 引起了第一次一感气发作 公爵顿时脸沉了下来 昨晚是你陪在英语身边的 听得到顾威蓝肯定地回答 英公爵目光犀利起来 顾主 我希望你能对英语隐瞒 是你陪她度过舒缓期的这件事 可是不止一个人知道 昨晚是我进入了指挥官的休息室 光我一人隐瞒是没有用的 这个你不需要担心 我会处理好其他人 因为美魔分化 人清醒后 会忘记舒缓期发生的事情 希望顾主 就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就好 男人说完转身离开 是啊 这是对大家都好的结果 眼前的女人 上次吃干抹镜后 撒腿就跑了 英语醒来时 已被人带回了家里 冷峻的面庞隐约透着些许不韵 为什么对昨晚一点印象也没有 看着身体的反应 昨晚应该一感气发作了才对 并且身体已经跟人发生了关系 那个人是谁 英语给高副官打去了电话 昨晚是谁进入了我的休息舱 高副官心虚地表示自己不知道 英语明白 这是有人不想让他知道 没关系 他有办法知道 随后倒了一杯水 给自己解渴 就在这时 房间的大门被打开 顾威蓝和往常一样 早早过来给英语准备早餐 就看见男人结实地上身 侯且缓缓移动着 水顺着唇角缓缓流向结实的胸膛 联想起昨晚的运动 顾威蓝老脸一红 不敢与英语对视 不行顾威蓝 不要再想昨天的事了 昨天什么都没有发生 调整好心态 开口询问 指挥官好点了吗 男人冷漠开口 一点外伤而已 还是要定期换药的 等会用完早餐 我再帮指挥官换一次 英语突然抓住正在寄灵带的手 顾住 去把昨晚被我种草莓的女人找出来 顾威蓝一愣 我找我自己 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回答男人 英语看顾威蓝不吭声 眉头微跳 怎么顾住不同意 顾威蓝不敢指示男人的目光 好的 我去安排 男人下颗倾台 是以他继续进来 顾威蓝心情复杂 这家伙是把我当成贴身助理了吗 我能乐打他吗 而且那女人就是我自己要怎么查 臭男人怎么什么事情都要交给我去办 前一晚两人还干柴烈火 缠绵翡测 次日男人去记一段片 要求顾威蓝去把昨晚跟男人共度一夜的自己找出来 顾威蓝无语 我能乐打他吗 兴建船内 英语懒洋洋靠在一旁的副驾驶坐 听着无聊的消息 英语不知不觉地把手伸到了嘴边 猛然反应过来 不行不行 要忍住 顾威蓝察觉到了他有些不对劲 只见英语左翻右翻不知道在找什么 威蓝坐在旁边 谨慎地也不敢吱声 英语突然出声 顾主 今天没准备糖吗 顾威蓝一下子就明白了 原来他的习惯一直没有变 从小就爱吃那种含糖片 并且要逃胃的 通过昨晚英语的样子大概猜到 原来他吃糖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 他患有成年头预期 需要用含糖来克制自己 顾威蓝缓缓开口 有的 在我口袋里 不过抱歉 现在还疼不出手 稍等我要换成 自动驾驶 还没说完 英语突然靠近他 顾威蓝一惊 男人的手已经伸进了他的口袋 熟练地翻找着顾威蓝的小脸上红 经过昨晚亲密的运动 顾威蓝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冷静出 心脏越跳越快 根本没办法支持男人 英语看着顾主红的快能低血的小脸 在他口袋里的手不自觉地顿了一下 男人勾了下唇角 唏嘘地开口 顾主 你在紧张什么 顾威蓝贴头回答 没有 风机不然安静 英语回到座位 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顾威蓝 女人心虚了一批 她怎么还在看我 男人扒开糖果若无其事地放到嘴里 顾威蓝却吓得心都要蹦出来了 不过很快糖果的甜味就让英语放松下来 满足地窝在椅子里睡潮了 顾威蓝松了一口气 顾威蓝啊顾威蓝 不要再想昨晚的事了 男人将女人压在身下 进行深度交流 吃干抹尽后 却将女人忘得干净 顾威蓝无语 关键是男人还是自己的上司 经过昨晚亲密的运动 顾威蓝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冷静处理事物 坦特地熬到下班 连忙地交了请假申请 她向高副官叮嘱了一些关于英语日常及工作上的注意事项 确保自己休假后事物可以正常运转 准备就绪后 便安安心心地回安城休假 但是总觉得忘掉了什么 顾威蓝休假回家 爸妈开心不语 妈妈特意提前收拾好房间 爸爸也做了一大堆他爱吃的饭菜 外公还是一如既往地吐槽顾吧 顾妈每次都是一记目光 外公瞬间闭嘴 一家人其乐融融地聊着日常 外公突然开吐 副家的小后爵你有印象吗 顾威蓝对这个人有点印象 之前在贵族家族资料网上扫过一眼 于是点头 记得 怎么了吗外公 这次难得休假 你明天和他吃个饭 地方我已经安排好了 顾威蓝差点被呛到 您是打算让我去相亲 我只是说吃个饭 你要想进一步那也行 顾妈在威蓝耳边小声说道 微微没事 看不对眼就白白 下一个会更香 顾威蓝尴尬 老妈你可真直白 另一边 阴郁一早起来 没看到破终的身影 来的却是机器柱 男人皱眉 顾助呢 指挥官您好 顾助理正处于休假状态 为期三天 男人咬牙 就是说未来三天 我没有特助了 此时的顾威蓝正坐在餐厅里 和傅承诺小后爵聊天 傅承诺出乎意料的好相处 两人聊得很投机 就在这时 旁边的侍从突然上前 提醒顾威蓝赶紧看一下新店 顾威蓝一打开就震惊了 竟然有39条未接来店 你见过如此霸气的男主吗 只因为小青没背着他出去相亲 被侍着战舰杀到现场 原来就在刚刚 女主正在应付家族安排的相机 旁边的侍从突然上前 提醒他赶紧看一下新店 顾威蓝一打开新店震惊了 竟然有39条未接来店 并且都是指挥官打来的 难道是有什么急事吗 当即就拨打了回去 指挥官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你把我上次戴的手表放奶了 顾威蓝无语至极 就为了快表 女人倾壳一声 应该在您床头柜旁边二层抽屉 男人听完咔的一声挂断 顾威蓝正想继续和傅承诺 聊刚才的话题 变化再次响起 女人无奈接起 指挥官 又有什么事吗 音域一听就不高兴了 按你说的 我根本没有找到 而且 你是在不耐烦吗 当然没有 我是想说 其实棒边柜子里 还有很多样式的 您可以看一下 男人突然逼近 我叫那一个 顾威蓝忍着怒意 好的 那我一会儿和高副官交涉一下 让他去找可以吗 音域更不高兴了 谁允许你让别人来家里的 听到家里这两个字 顾威蓝的小心 葬香被什么击中 他连忙告诫自己 别想太多 魅魔分化人的领地意识强 这么说 只是本能地捍卫领地而已 别多想 别多想 他倾可两声缓解尴尬 是这样的指挥官 我现在在安城 没有办法现在赶过去的 男人像是故意在等他这么说 衣服都换好了 没关系 我到安城了 来接你 话音刚落 天空传来轰隆隆的声音 而且轰鸣声越来越近 小媳妇背着自己出去相亲 直接开着战舰现场桌间 天空传来轰隆隆的声音 看着音玉从战舰上下来 朝着自己走来 顾威蓝惊呆了 为了快表 开战舰来 这男人脑子 莫不是有什么大病 音玉眼睛直勾勾地盯着 顾威蓝对面的男人上下打量 随后拉起女人就要走 傅承诺连忙开口 据我所知 顾小姐再休假吧 音玉挑眉 看来这位先生 不知道我们工作的特殊性 紧急情况休假取消 强大的气场 直接让小侯绝不敢再开口 随后霸气拉着顾威蓝 就往外走 很快两人就回到了音玉家 指挥官那我去帮你找找表 音玉点头示意 进入房间 顾威蓝打开抽屉 就看到那表安静地躺在那里 女人气愤 手表明明就放在我跟你说的地方 音玉拿起手表 谁让你藏得那么隐蔽 我打开看了 没有看到 顾威蓝真想抱机 这个狗男人翻一下都没有 还甩锅 女人不知道心里把他胖揍了多少回 才缓缓开口 我以后会注意 指挥官还有别的安排吗 看着女人气鼓鼓的脸蛋 音玉唇脚微痒 明天要去思谱星出差 雇主陪我一起去 什么 可是我还在休假呀 就在这时 心电突然响起 是应公爵检测到儿子的战舰 开进了安城地带 这件事是真的假的 音玉随口回答 是真的 看着儿子好不在意的口吻 瞬间暴怒 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音玉却轻蔑一笑 您不是也瞒着我一感气的是吗 我倒是想知道 那晚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 值得音公爵这样 大费周章的瞒着我 你这个逆子别转移话题 那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女人 一旁无关紧要的女人 瞬间捏了把冷汗 我跟你这个逆子没法沟通 让顾助理来接心电 完了 又要背锅了 就在刚刚 音玉知道小媳妇要去相见 当时还让行间去抢人 这可吓坏了附近的人群 上次老爹来电质问 却被儿子气得差点冒烟 我跟你这个逆子没法沟通 顾助理呢 让顾助理来接心电 音玉扭头无声询问 你不想接对吧 可这呆萌的样子 直戳顾威蓝心窝 又想起那碗扑鸡鸡的沾人包 不行不行 不要被蛊惑 可爱都是假象 眼前这个欠奏的上司 才是现实中的音玉 音玉看她不作声 以为她默认了 找她干嘛 有什么后果我来承担 说完挂掉了电话 顾威蓝松了口气 算这小子还有点良心 可下一秒她的心电就想了起来 适应公爵 拿来 我帮你挂 顾威蓝气鼓鼓地看向男人 你是嫌我嘎得不够快是吧 电话里应公爵的怒吼声 呼面来 霹雳哗啦就是一顿输出 看着一旁悠然地喝着咖啡的阴郁 不由感叹 遭孽啊 我希望这样的事情 别发生第二次 看着挂掉的电话 顾威蓝无奈地叹息一声 抬眼看向一旁的罪魁祸首 硬指挥官您还好意思笑 是我连肋骨助理了 你这道歉有诚意吗 哦 那怎样才算有诚意 至少要加薪 休假期间被指挥官找回来工作 要求加薪不过分吧 那我在雇助休假之前 交代的事情办完了吗 就比如被我种草莓的女人找到了吗 顾威蓝顿时心虚起来 男人嘴角勾起 看来雇助没有完成工作啊 不是的 你替我狡辩 嘘 这样吧 给雇助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陪我去思谱星出差怎么样 女人皱眉 我怎么感觉我被套路了 但我没有证据 男人像是看透了女人的小心思 放心 亏待不了雇助的 为了防止小助理 再背着自己去相亲 指挥官直接套路女人一起去出差 放心 亏待不了雇助的 威威啊 怎么刚刚休假就要回军部了 不是有三天假期吗 妈妈 军部这边突然有事要处理一下 回头有时间一定好好陪你们 顾威蓝没好意思说 主要是那狗男人实在是给的太多了 看着母亲掉眼泪 顾威蓝又安抚了好一会儿 才挂掉电话 转身就看见不知道在这里 占了多久的阴郁 着实吓了一跳 阴郁却意味深长地看着她 没想到顾助还挺会哄人 顾威蓝简直莫名其妙 这狗男人又整美出 好了 准备出发吧 硬指挥官等一下 有个问题想让您解答一下 您是怎么知道我今天所在的餐厅位置 阴郁轻描淡写一句 用智脑茶的 顾威蓝顿时不满起来 您以后不准再滥用测询 调查我的隐私 察觉到女人是真生气了 阴郁无奈叹了口气 可以 我们都退一步 但是顾助要答应不许再不接我的心电 那我就答应顾助的要求 顾威蓝搭上男人伸出来的手 一言为定 却被男人一把拽入怀中 顾威蓝老脸一红 我是不是又被套路了 到达斯普星 顾威蓝正在周围寻查 魅魔分化人需要定期服用恶魔种子 补充体内的精体明亮 还好这里的土地能种植果子 环境已经确认 无危险隐患 确认入住 浴室已开启加温模式 指挥官可以按时完成泡澡工作 顾威蓝进入房间 准备服侍着指挥官泡澡 英语刚走进来 就看到顾助半蹲在浴盆旁 包裹在制服里的身躯 在姿势的作用下一览无余 倾薄的短裙就遮掩不住美好的风光 英语瞬间羞红了脸 不由分说地将顾威蓝推了出来 好了 你可以出去了 晚安 顾威蓝被莫名其妙地关在门外 这家伙 这又是在场的一处 浴室内 女人趴在浴池旁测量着水温 凹凸有致的身材 让身后的上司口干舌燥 身体某处的膨胀 让她羞红了脸 连忙倾壳来掩饰尴尬 叫女人快点起来 下一秒 女人就一脸猛糟地被她推出浴室 英语知道 女人再不走就真的走不了了 顾威蓝看着被关上的房门 一脸地问好 狗男人又犯什么病了 此时的顾威蓝早已筋疲力尽 刚躺下 就昏昏沉沉地睡了不去 门外突然传来 怦怦地敲门声 顾威蓝恼火 谁啊 扰人轻骂 顾住 我房间里有虫子 顾威蓝瞬间无语 大半夜地跑来就为了这个事 专门过来训斥我一顿 等等 看着英语手中 被掐得变形的枕头 难道她是在害怕 房间门口 英语指着床头方向 右边十公分的位置 虫子就在那里 顾威蓝霸气走了过去 啪啪两下干掉小虫子 随后利落地扔进垃圾桶里 一气呵成 随后打着哈仙跟上司汇报 虫子已经消灭掉了 我回房间继续睡觉了 转身就要离开 却被英语一把拽了回来 顾威蓝眉头一紧 这家伙又要闹什么幺蛾子 只见英语可怜巴巴地盯着她 像是受到惊吓的小奶狗 抿着唇不说话 难不成指挥官是害怕了吗 英语甩开女人的手 傲娇地开口 才没有 好好好 就当是我怕行了吧 你去躺着 我帮你盯着 好的 男人利落地掀开被子 躺了进去 顾威蓝叹气 谁让是自己的boss 宠着呗 夜晚空气里一片寂静 顾威蓝一直守在床边 不知不觉中 就这么坐着睡了过去 脑袋一斜往旁边倒了过去 下一秒 那柔美的脸颊 被结实有力的大手捧住 随后便轻轻将人抱到床上 女人在上司床边守了一晚 早上醒来发现 自己竟然躺在上司床上 上司只留了个信息 说她出门了 顾威蓝疑惑 平时非要带上我 这次怎么这么反常 不会是晚上梦游 把英语踹下去 她记仇了吧 算了算了 不想了 难得偷回来 随后女人去了 当地的援助队帮忙 本以为这一天 将会这样平淡地路过 却没想到 竟然遇到了 她以前军校的师兄 我听院长说 第一星来了人 原来是你啊威蓝 好久没见还挺想你的 一起去楼下喝杯咖啡 顾威蓝刚好有一些 学术上的心得想和师兄探讨 便一起去了咖啡厅 有了师兄的陪伴 她度过了一个 充满学术交流的愉悦午后 很快就到了监狱下班的时间 顾威蓝和师兄打了招呼 便朝开拓现场驶去 到达现场 女人一眼就看到了 自己要找的人 实在是英语穿的衣服 太骚包了 英语看到顾威蓝 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 快步朝她走去 什么时候来的 刚来一会儿 指挥官忙完了吗 英语跳过话题开口道 带糖了吗 顾威蓝连忙从口袋里 掏出一支棒棒糖递给男人 却发现英语的手上全是你 需要我给你包吗 男人轻恩一声 顾威蓝把棒棒糖上的包装 包开递过去 给你 英语低头含上了棒棒糖 女人的指尖无意间 碰到她柔软的薄唇 顿时像触电一般 惊得她连忙抽回手指 而英语却呆呆地看着她 萌萌的表情 让顾威蓝羞红了脸 连忙转身朝车子走去 谁知男人突然拦住要打开的门 反手一个车东 将顾威蓝压在身下 女人不解 指挥官 怎么了 英语俯身在女人的脖梗处秀了秀 随即一脸不高兴地质问 顾主 你今天去哪里了 静语系指挥官 竟把小助理压在车上 还在女人白皙的脖梗上秀来秀去 随后一脸不高兴地质问 顾主 你今天去哪里了 身上为什么有咖啡 和别的男人的味道 而这样近的距离 顾威蓝早被他口中甜甜的桃子味吸引 察觉自己的失态 连忙将一女推开 一直知道美国人的嗅觉异于常人 没想到这么灵敏 甘大开口 我今天去救助站 碰到了一个好久没见的师兄 就一起喝了杯咖啡 一不小心把咖啡碰撒了 他只是帮我 擦了一下 仅此而已 而且这种事应该不用恒你报备吧 英语听后嗡了一声 转身上车 轰到匠门重重关上 顾威蓝一惊 这是生气了吗 可是为什么 一定是他在工地搬砖辛苦了 而我跑出去和别人喝咖啡 他心里不平衡了 不过 生闷气的指挥官 还怪可爱的 夜晚 顾威蓝在院前伸着懒腰 工作终于搞定了 他熟练的拿出烟 不知怎么 今天心里莫名的烦躁 余光撇到楼上 不知道他睡了吗 而楼上同样睡不着的某人 正悄悄看着他 看到女人手里的心虎 来人一惊 这是他认识的故众吗 顾威蓝看到阴玉朝他走来 连忙将手背到身后 阴玉悠悠开口 我记得雇主是不吸烟的 顾威蓝尴尬 我以前只是不在指挥官面前冲 男人皱眉 为什么 女人小心翼翼地开口 指挥官不是不喜欢吗 阴玉有些不好意思的别过头 也没有那么不喜欢 回眸就对上女人炽热的目光 连忙转身倾壳一声 明天和我一起去场地 不等女人回话 就仓皇逃离现场 顾威蓝心中泛起一股 说不出的感觉 他怎么会说说出那样的话 车内 男人将小助理抱在腿上 邪魅的小尾巴缠住女人的腰肢 男人身体的反应 让顾威蓝不知所措 红着脸让她松开 然而指挥官却淡定地让她等一下 嗯 这要怎么等下去 男人因为小助理身上 有其他男人的气味而吃醋 第二天就找理由将女人留在身边 顾威蓝被带到了开拓现场 本以为是有重要工作让她去做 没想到 就只是给这位上司端茶倒水 女人试探性开口 指挥官 要不我下去帮忙吧 男人却一本正经地说道 那我可能要怎么办 随后咕嘟咕嘟地把喝完一杯水 顾威蓝瞪着她 狗男人 可嘎你算了 这时候 司普新外交官走过来 应指挥官今天进展得很顺利 要不要晚上一起聚个餐 顾威蓝直接摆手拒绝 没曾想应遇 却直接答应下来 女人疑惑 指挥官不是不喜这些应酬吗 怎么突然来了兴趣 饭桌上对大家的敬酒 更是来者不拒 吓到顾威蓝连忙出手制止 停车场 应遇一脸淡定 直直朝车子走去 顾威蓝松了口气 能找见位置 看来没喝醉 车子到了庄园 应遇却直勾勾盯着女人 丝毫没有下车的意思 好好 这个大少爷 您不想开门我来帮你 刚促身 一个小尾巴突然窜了出来 还挑逗似的挠了挠女人的手心 顾威蓝被吓到 怎么就变成魅魔形态了 没等她反应 应遇一把将人抱到腿上 尾巴缠住女人的细腰 感受到男人身体的变化 顾威蓝顿时羞红了脸 连忙叫她松开 男人却不为所动 无论顾威蓝怎么挣脱 应遇就是不放 顾威蓝只能威胁 指挥官 你要再这样 我就跟联邦监局你 有一个满脑子 只想开车的上司该怎么办 男人一把将小助理抱到腿上 尾巴顺势缠住女人的细腰 感受到男人某处的膨胀 女人顿时羞红了脸 连忙叫她松开 阴玉却不为所动 顾威蓝只能威胁 指挥官你要再这样 我就跟联邦检局你 小尾巴这才收了回去 女人叹气 好在还能听得进去话 她一定是醉了才这样的 非赶紧找到解九腰 见顾威蓝走得那么快 阴玉不紧 顾住这是要去哪里 当然是给你拿解九腰啊 男人抓住顾威蓝 一脸诚恳地说道 我没有罪 话音刚落 就打了个响亮的酒阁 女人连忙弹开 这是罪得不轻啊 不行 得赶快去找解九药 看着顾威蓝在那翻找 阴玉内心郁闷至极 她将人拉起 并把女人的手 放到心口的位置 一脸严肃 根据我的治脑检测结果 是因为在车里 雇主离我太近了 造成了我男性 本能的生理反应 顾威蓝无语 这小子在讲什么鬼话 真是罪得不轻啊 连忙用命令的口吻 让她喝掉解九药 阴玉满脸不情愿 却还是乖乖喝掉了 女人递来的药 男人还想说什么 被顾威蓝力声打断 指挥官可以回房间睡觉了 明天还有工作 那我呢 我的尾巴是你招惹出来的 你不能不管吧 顾威蓝尴尬 怎么会有人 这么淡定地说出 如此不害臊的话 强装着镇定 等会要笑上来了 指挥官自然就会冷静下来 阴玉顿时不乐意了 顾助是在说 我现在很不冷静吗 唉 你心里没点数吗 当然不是 我是说指挥官醒了酒就好了 阴玉家人搂在怀里 你还是不信我没有喝醉 顾助你身上的味道 触发了我男性的本能反应 指挥官咱能清醒点吗 顾助你听我说 打中 你听我说 回屋睡觉 明天还有工作 男人的小尾巴 故意在顾威蓝手心了挠了挠 女人连忙降门关上 可是怎么回事 一股莫名的养溢 从手心蔓延到全身 她连忙回房给自己灌了一瓶冰水 才压下那股莫名的灶热 就在这时 心电突然响起 原来是应律的老爹 来询问儿子的工作情况 公爵放心 在指挥官的开拓下 终转战的进展很顺利 那就好 你记得回来了 劝他回趟英祖 顾威蓝无奈 自己只是一个小助理 指挥官怎么回听他的 不过他还是先答应了下来 挂掉电话 本以为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谁知刚躺下 就传来急切的敲门声 顾威蓝气愤 这狗男人一定是故意的 要不怎么每回都是 人家刚要睡着的时候来敲门 打开门刚想发飙 就看见英语抱着枕头 手指不停地扣着门框 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 看见顾威蓝开了门 立马哭唧唧起来 威威 我想你了 顾威蓝呆住了 现在是什么情况 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又和那晚一样了 英语呜呜地哭了出来 尾巴也不停地颤抖 哽咽地开口 威威 威威竟然没有马上理我 顾威蓝只觉得头疼欲裂 得 今晚又别想睡了 英语 我先陪你回房间好不好 男人又抽气起来 我不要一个人睡 顾威蓝知道一感气的魅魔情绪 必须得到安抚稳定 否则就会彻底失去人性理智 竟然被体内潜在的魅魔覆盖 女人无奈叹窃 算了 你进来吧 英语立刻钻了进去 便熟练地跳上床 放下枕头 并且将两人的枕头紧紧地贴在一起 然后迅速地钻进被子里躺好 拍着身边的空位期待地说 威威 过来 一起睡觉了 男人半夜非要和小助理 酿酿酿酱 英语可怜巴巴地盯着女人 威威 我想你了 大手关奋地往里面游走 就在刚刚 男人因喝多变成魅魔形态 撒娇带麦蒙地 要和威威一起睡觉觉 女人无奈 想着先把这家伙哄睡着了 再把这次突发状况 抱回联邦 刚在床边坐下 男人便扑了上来 一把家人抱进怀里 威威 我想你了 大手关奋地向女人衣服里面探取 正想要深入探索时 顾威兰毫不留情地将手滴流了出来 不是要睡觉吗 这是在干嘛 被抓包的男人 害羞地将脸埋进女人紧握 炙热的气息喷洒在顾威兰脖梗上 让女人心痒痒的 威威 我想抱着你睡 顾威兰无语 这狗男人怎么这么会聊 于是警告道 英语 你再这样我就不理你了 男人迅速弹开 可怜巴巴地跪坐在一旁 不敢乱动 在顾威兰的注视下乖乖躺好 女人在一旁躺下 命令式地开口 只准抱着睡觉 不需有其他动作 英语委屈巴巴地望着威威 心里憋屈又不甘心 主要她还不敢反驳人家 她凑上前小声开口 威威 你为什么都不抱我 顾威兰一把推开英语凑过来的脑袋 催促她赶快睡觉 想着等明天醒来 指挥官应该就会像上次一样恢复正 第二天 顾威兰猛然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近期晚了 看着睡在身旁的指挥官 顿时慌张起来 要是让清醒过来的英语发现自己跟她睡在同一张床上 我要怎么和她解释昨晚发生的事情 地旁的男人也在这时醒来 她捧起女人的脸颊 威威 早安 可以让我亲一下吗 她叫我威威 完了 怎么和上一次不一样 眼前的男人不停地在女人身上蹭来蹭去 还准备给女人打上专属标记 顾威兰意识到英语这是要准备开车 连忙就要将她推开 却对上男人可怜巴巴的目光 顾威兰装作生气的样子 你现在从我身边起来 以为小媳妇生气了 英语立马弹开跪坐在一旁 眨巴得两个大眼睛 好像刚才要干坏事的不是她 顾威兰倒是有些意外 指挥官好像今天挺听话的 随即又开口 回你房间 洗脸 换衣服 英语没有拒绝 只是歪头询问 那威威你呢 看着如此呆萌的指挥官 顾威兰心头一颤 下意识地想要伸手摸摸她的翘起的秀法 又克制地收回手 我去给你做早餐 趁着英语回房收拾的时候 顾威兰向总部汇报指挥官昨天的情况 白教授 您看这是怎么一回事 英指挥官这次又和你发生 关系了吗 威兰 我需要你详细描述昨晚的情况 顾威兰一阵尴尬 这 这 要不要这么直白 女人正不知如何开口 突然一双大手从她身后抱住了她 动作亲密又熟练 英语将下巴抵在顾威兰的肩膀上 威威 你在跟谁通话 白落教授一听 老脸一红 立马拾去地挂着心电 而顾威兰一转头 就看见英语帅气的俊脸 呆萌的目光 叮得顾威兰心动不已 连忙扭头 心里不断地提醒自己要清醒一点 不要被她迷惑了 随后开口道 我在做早餐 哼 我听见威威和别人说话 我只是问白落教 受一些工作上的问题 嗯 我为什么要和她解释 连忙用手指向门口 你先出去 可是我怎么能不和威威在一起 你怎么就不可以了 男人瞬间眼泪汪汪 我会难过嘎吊的 女人却无情地拆穿她 你并不会 再胡说八道 你早餐就没了 看了一眼 英语垂下的小尾巴 顾威兰看了抚弃 算了 一起走好了吧 高冷霸气的指挥官 吃素后 竟变成哭唧唧的黏人包 每天只想和女人阴阴阴 餐桌上 顾威兰正想和指挥官 报告今天的工作行程 就看到男人像乖宝一样 喝着泼奶 看见上次这样 顾威兰只觉得头更大了 英语喝完了奶 软乎乎地打了个奶格 还伸出舌头 舔了舔手指上残留的奶香 女人痛苦的伏鹅 就她这样 剩下的工作 要怎么继续进行 算了 毁灭吧宇宙 威威 你是不开心吗 顾威兰被男人 突然地靠近弄得浑身不自在 随意恩了一声 应遇像突然有了什么主意 威威 你等我 说完就跑了出去 顾威兰叹了口气 算了 趁机再联络一下白教授 以防男人回来 再听见声音 顾威兰这次提前带上耳麦 教授 可以继续刚才的话题 如果没有发声 关系的话 那就不是一杆七 确实 如果真的是一杆七 应遇不可能把持得住 就在这时 应遇的声音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威威我回来了 这次顾威兰没有挂掉电话 只是小声地说 教授您等一下 另一头的白教授感到九分悲催 哎 又要吃狗粮了 顾威兰转过身 就看见应遇怀里抱了一篮子的恶魔果实 给我最喜欢的威威吃 这突如其来的表白让女人心跳加速 连忙干咳两声 我早餐吃饱了 不饿了 好吧 那我陪着威威工作 她那爱的冲击波琢时 让顾威兰招架不住 就在这时白洛教授的声音响起 对了威兰 你快检测一下恶魔果实的树脂 很可能是恶魔果子导致的水土不服 对啊 顾威兰猛然抬头 正好对上男人的目光 怎么了威威 需要我帮忙吗 阴郁 我突然又想现在吃了 那威威 我把这个最甜的恶魔果分想给你 如此黏人的上司见过吗 只因五分钟没见面 她就委屈巴巴的向小助理索要抱抱 威兰 你快检测一下恶魔果实的树脂 很可能是恶魔果子导致的水土不服 才导致阴郁魅魔形态无法回复的 顾威兰猛然抬头 正好对上男人的目光 怎么了威威 需要我帮忙吗 阴郁 我突然又想现在吃了 那威威 我把这个最甜的恶魔果送给你 能不能把篮子里的恶魔果子都给我 威威 全部都要吗 阴郁立即把一整个篮子推在女人面前 我的都是威威的 顾威兰接过篮子 折了指男人手上咬了一半的那颗 阴郁瞬间抽气起来 我只剩下半颗了 女人也假装要哭出来 你连半颗都舍不得给我吗 阴郁下了很大的决心 还是送出了她那半颗恶魔果子 阴郁乖 我去厨房处理一下 进入厨房 女人挨个堆恶魔果子进行了检测 果然 思普新这边种植的恶魔果子 树枝比确实存在变质的情况 白教授树枝发给您了 我猜测指挥官是吃了这边不合格的恶魔果子 导致那蜂蜜紊乱 所以才出现一看漆的 那现在指挥官的情况就比较危险 随时可能出现极端情况 你要先好好稳住她 厨房的门突然被打开 微微 顾微蓝无语 还真是说曹操 曹操就到 此时的阴郁眼眶红红 像是遭到了莫大的委屈 女人一惊 难道是委屈我抢了她的恶魔果子吗 男人突然张开手臂大声控诉 抱抱 我们已经五分钟没有抱抱了 女人无语 就为了这点小事 见顾微蓝没有上前抱她 瞬间泪眼婆娑 微微为了工作不理我了 我好委屈 说着拿起自己的小尾巴 狠狠地咬了上去 顾微蓝这边却是要被谋化了 这也太犯规了吧 只因五分钟没有抱抱 男人就生气地咬着自己的小尾巴 而一旁的女人却被这发明谋化了 连忙深呼吸 顾微蓝你要冷静下来 这是魅魔狂躁起来的前兆 你要赶紧处理了 要是让这家伙狂躁起来 到时候整监工管都要毁了 女人轻轻地将小尾巴拿了下来 然后将男人抱在怀里 轻轻拍着她的后背 好了好了 是我错了 微微真的知道哪里错了吗 英玉将顾微蓝紧紧抱住 女人被她抱得快喘不上来气了 她闭上眼睛 羞耻地回道 我不该只顾着工作不理你 英玉把脸埋在她的后颈 这架势怎么就好像是 妃子经历了五分钟的独守空房 终于得到了英德的回馈一样 看来在指挥官没有恢复正常之前 是不能放她一个人呆走了 英玉突然捧起女人的脸颊 深情地患着微微 正准备开车时 心电却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是英玉的老爹打来的心电 竟然打扰她和微微的嘿嘿 英玉气鼓鼓地将心电挂断 微微 我不准你的视线再离开我 此时的女人脑瓜子嗡嗡的 怎么办 我已经能想得到英公爵现在是如何的阵子 她开口提醒英玉 刚刚是你父亲打来的 英玉固执地抱着她 不管 我只要微微 不得不承认 我确实很吃这一套 可恶 这时 心电再一次地响起 女人一把抓住男人想要捣乱的手 捕身上前含住英玉的嘴疼 英玉 你乖乖的 英玉愣住了 我被最喜欢的微微主动轻轻了 男人再次搂住顾薇兰 微微 我还要 顾薇兰用手指抵住她的唇 英公爵 可能真的有事 你先等我几分钟 英玉拿起她的小手 脸蛋在女人的手心蹭来蹭去 那一会儿 微微还会跟我亲亲 女人高冷霸气的上司 竟然变成了一个哭唧唧的黏人包 甚至不让女人接别的男人的心电 没办法 女人只能用一个吻来讨好指挥官 英玉乖乖的 几分钟就完事的 男人却蹭了蹭她的手 那一会儿 微微还能亲亲吗 顾薇兰无奈地感叹 一感气的指挥官实在是太黏人了 女人回播了英公爵的电话 果然迎来了英公爵的大发雷霆 不住 你现在连本公爵的心电都敢挂 一旁的指挥官很是生气 这个糟老头子坏的 居然敢凶我的微微 顾薇兰刚想狡辩 手指的疼碰不由让她叫出来什么 英玉连忙心疼地道歉 对不起微微 刚刚是不是咬痛你了 我给你呼呼 说完就九分 认真的对着小助理的手指呼呼 还摇着尾巴祈求她不要生气了 顾薇兰很是无语 微微微 你爹还在一旁看着呢 这边的英公爵尴尬不已 这还是我无法无天 只知道和家里人做对的大儿子吗 英公爵干咳两声 阴郁在雇住身边吗 他刚刚的状况 是从昨晚就开始持续到现在了吗 顾薇兰点点头 之前联系了白教授 结论则是指挥官现在并不能适应 四普心的环境 为了避免出现意外 还是要提前返回第一心治疗恢复的 但是这边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话还没说完 指挥官又勾上了他的手 微微 不是说等几分钟就好了吗 顾薇兰连忙捂住男人的嘴 快别说了 英公爵一会儿该嘎了我了 不明所以的英玉却扑腾起来 新店那头的老爹都不忍直视 算了 我晚点再联系雇主 说完就挂掉了电话 见新店挂断 英玉便着急的一把将人抱到桌子上 微微 要亲亲 谁能想到平日高冷霸气的指挥官 竟变成眼前这个哭唧唧的年人包 满脑子 只想和他最爱的微微 亲亲抱抱抱就高高 英玉一把将顾薇兰抱到桌子上 将脸埋到女人的身前不停抽气着 委屈巴巴的质问 微微不是答应我挂掉电话 还要我亲亲吗 顾薇兰只觉头疼 这真是要疯了 可下一秒 英玉就直接吻上了上去 男人牵起她的手 搂住她的腰 将两人静静贴在一起 顾薇兰不由地轻哼一声 感受到男人某处的膨胀 女人意识到 这不能再亲下去了 她连忙推开英玉 让气停下 英玉软软地开口 微微不能继续亲亲了吗 此时的顾薇兰已经被撩拨的心潮涌动 但她明白 再亲下去这事可就真要一发不可收拾了 顾薇兰故作生气 英玉我紧 告你 我要工作 你最好现在乖乖的 否则你晚饭别吃了 英玉抗议 不吃就不吃 那你一会也不想抱着我睡觉了吗 男人如遭雷劈 现在摆在她面前的就两个选项 一是现在放开小助理 二是放弃跟小助理一起午睡 当然 她选择了第二个 男人不舍地放开小助理 顾薇兰顺势从桌子上跳下 英玉还想要挽留 却被女人直接叫停 你现在出去给我罚站 男人愣住了 我最爱的薇薇 你居然要罚我 看着一旁咆哮的英玉 顾薇兰双手环胸 冷漠开口 要是不去罚站 你自己知道后果的 男人描怂 那我可以在门口罚站吗 眼前的这个小妹摩 竟然被最喜欢的小媳妇赶去罚站 原因竟是太黏人了 男人委屈巴巴地讨价还价 那我能站在门口吗 顾薇兰无奈点了点头 只要你不黏着我就行 两分钟后 顾薇兰突然感到一种熟悉的感觉 扭头一看 果然男人正在盯着她看 女人尴尬 别看了呀 指挥官 调整好状态继续工作 可这时身后又不停地传来了喀啦喀啦声响 顾薇兰无奈地叹了口气 转头询问 指挥官到底怎么了 应玉正可怜兮兮地抠着门框 看见小助理看自己 挠得更凶了 还不停地发出咕噜咕噜的叫声 看那一旁的女人都惊呆了 都给孩子急得野兽叫了 仔细想想确实也不能怪英语 她毕竟是因为生病了才这么黏我的 男人这边突然撒起了娇 宝宝 我们什么时候吃饭 顾薇兰的小心脏受到了暴击 太可爱了 受不了了 宝宝我好饿 好饿 顾薇兰算是看出来了 这狗男人哪里是 分明是小亲亲 于是装作亲切样子回应道 只要再等九分钟就好了 指挥官失望地垂下头 而这一幕却把小助理逗笑了 与此同时 英公爵的秘书正报告着近期的工作 英公爵突然开口问秘书 指挥官平时是不是太依赖顾薇兰了 秘书一愣 顾医生是指挥官的随健军医间特助 日常生活上难免会习惯了顾医生的照顾 这应该属于正常范畴吧 英公爵却不这么认为 他真的只是是习惯了被顾薇兰照顾吗 可在新店里 分明是把顾薇兰当成媳妇一样黏糊着了 人前人模人样 被地里一发起病来 却是这副丢人泄眼的模样 他即刻吩咐秘书 让人现在就去思挥兴 把指挥官给接回来 可爱又听话的指挥官就要被接走了 顾薇兰犹豫再三 也没想好怎么和英玉解释这件事 原来就在刚刚 顾薇兰收到了来自英公爵的信息 雇主准备做好疏通英玉的心理工作 下午就会有人将英玉接回去 女人无奈 这么黏人的指挥官 要怎么做心理工作 他偷偷瞄了一眼门口的男人 发现指挥官还在委屈巴巴地看着自己 女人叹了口气 转身朝英玉走去 男人看着薇薇朝自己走来 连忙委屈的开口 宝宝 我等你等得好辛苦啊 顾薇兰看着眼前的男人 不知为何 下午英公爵就要派人来接走英玉 怎么感觉心里开始有些空落落的 女人温柔地抚摸着指挥官的发丝 英玉刚当不是说好饿吗 中午想吃什么 指挥官开心不已 要吃甜的 好 给你做 没一会 顾薇兰就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饭好了 英玉帮我拿下餐具吧 好嘞 男人吭吃吭吃的就跑去厨房拿来餐具 薇薇 我回来了 顾薇兰开心地摸着她的头 英玉真怪了 谢谢 两人一起坐在餐桌前开始享受午餐 嗯 薇薇做得真好吃 而小助理这边却心神不宁 英玉 有件事要跟你说一下 薇薇吃 甜的 超好吃的 薇薇什么事情要和我说啊 顾薇兰试探的开口 等会有站舰过来接你 回第一行 英玉激动地摇着尾巴 宝宝跟我一起回去吗 女人心虚地将头转向一边 愣愣地点了点头 好嘞 我知道了 不一会儿 站舰就开到了他们的住所 顾薇兰拿出了指挥官的行李 嗯 薇薇的呢 顾薇兰窃窃地折了指房内 英玉迅速跑进房 扛出了的行李 激动地喊着和薇薇一起回家了 小助理头大 这可怎么是好啊 看着男人熟睡的面容 顾薇兰满脸地抱歉 小心翼翼地挪开他的手 随后悄悄地离开了休息舱 原来就在刚刚 只因英玉的老爹觉得儿子 太过依赖顾度理 竟决定将两人分开 将英玉一人带回第一心 接受治疗 顾薇兰则继续在那里 直到工作完成 但指挥官实在太年小助理了 只分开五分钟 就委屈地要抱抱 顾薇兰只好骗他会一起回家 看着英玉兴奋的样子 顾薇兰头大 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高速官打开舱门 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这还是那个高冷霸气的指挥官吗 英玉才不管别的 拉着顾薇兰抄休息舱走去 休息舱内 男人轻轻开口 薇薇 现在我们是要休息吗 顾薇兰不自然地倾咳一声 是的 等你睡一觉醒来 应该就回到第一心了 男人乖巧地躺在床上 好吧 我听薇薇的 女人意外 怎么这么听话 下一秒整个人就被他带进了怀里 薇薇 要一起 顾薇兰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被指挥官堵上了唇 两人打得火热 好半天顾薇兰才清醒过来 他连忙推开男人 男人却意犹未尽地扑了上来 好了 英玉先 先睡觉英玉满脸的不情愿 但还是乖乖地躺了下来 他搂着小助理的胳膊 说了句微微晚安 就沉沉地睡去 看着男人熟睡的面容 顾薇兰小心翼翼地挪开他的手 随后悄悄地离开了休息层 走到门口时 顾薇兰不安地嘱咐高副官 等指挥官到了 记得跟我说一下 高副官点了点头 小助理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直径走出了战舰 可爱又黏人的小裤包被送走了 顾薇兰却开心不起来 不到一天的功夫 怎么就开始想他了 没想到才几天 就已经习惯了那只黏人魅魔的存在 但理智告诉他 那只是生病的应欲 并不是现实中的应欲 要清醒一点 就在这时 来自指挥官的心电突然响起 女人诧异 这么快就回去了吗 随即按下接听 屏幕上赫然出现 阴郁剧烈的敲门动物 薇薇 薇薇 我找不到你了 你去哪里了呀 高副官连忙上前拉住他 指挥官你冷静一点 别撞了 会受伤的 顾薇兰被眼前的画面惊到了 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 半天发不出声音 阴郁崩溃地大哭起来 薇薇又不要我了吗 为什么 为什么 薇薇 我明明好乖好乖了 指挥官 请您冷静 男人一把甩了上前的高副官 心电突然受到干扰被中断 顾薇兰担心不已 连忙回国回去 但尝试了好几次都显示无人接听 女人无奈叹气 算了 我还是耐心等他们的消息吧 两个小时后 高副官才打来心电 顾医生放心吧 指挥官已经抵达实验基地了 现在正在接受治疗 接下来的两三天 顾薇兰时刻盼望着应遇能打来心电 而一直到他在思浦心这边的工作完成 都没接到男人的来电 某天晚上 小助理终于见到朝思暮想的某人 顾薇兰回到第一星 却看到总院门口 停着一辆眼熟的战舰 他凑近一看 应遇正靠在座位上闭目养神 难道是指挥官专门过来等我下班吗 听到动静的应遇睁开眼睛 本末开口 顾助 从思浦心回来都不用向我报告的吗 可爱又黏人的小哭包被接回了第一星 顾薇兰每天都盼着男人能给他打来心电 可是出差任务都结束了 男人也没有联系过他 直到回到星球的晚上 小助理终于见到朝思暮想的某人 指挥官却冷漠地开口 顾助 从思浦心回来都不用向我报告的吗 抱歉 是我的疏忽 果然是恢复正常了 英语直勾勾地盯着女人 上来 顾薇兰乖乖地坐上驾驶座 指挥官要去哪里 男人慵懒地靠在椅子上 找个地方吃饭 小助理无语 合着在外面等了这么久 就是为了叫我来吃饭 餐厅内 顾薇兰看到想吃的放在英语那边 英语 包把这个拿过来 男人手中的动作一顿 你说什么 顾薇兰一惊 坏了 说习惯了 我刚刚竟然在使唤自己的上司 女人连忙道歉 英语端过来一盘虾 顾助 帮我包下 顾薇兰皱眉 果然可爱年人的魅魔什么的 都是不存在的 万乐的资本家 就知道压榨我一个小小的助理 英语突然将一块处理干净的鱼肉 放到小助理的盘里 顾助 我爸说已经帮我找到那晚 跟我在一起的女人了 顾薇兰差点被呛到 真的吗 我看了照片 觉得不像 他不会还记得什么吧 小助理试探的询问 指挥官 不是不记得那晚的事情了吗 您怎么知道像不像 英语的目光变得瑞丽起来 感觉 他能瞒着我 自然也能随便找个女人来骗我 那指挥官怎么打算的 他让我先去见一见那个女人 资料我晚点发你 顾助你去安排吧 顾薇兰将助 怎么突然心里不太舒服 前脚还只想和小助理 轻轻抱抱举高高的指挥官 后脚就要求小助理 去接见自己的相亲对象 顾薇兰有口说不出 要不指挥官我辞职罢了 小裤包被接回了第一星 顾薇兰每天都盼着男人 能给他打开心电 可是出差任务都结束了 男人也没有联系过他 直到回到星球的晚上 小助理终于见到 朝思暮想的某人 指挥官却冷漠地开口 顾主 从司补星回来都 不用向我报告了吗 抱歉 是我的疏忽 果然是恢复正常了 指挥官要去哪里 男人慵懒地靠在椅子上 找个地方吃饭 小助理无语 合着在外面等了这么久 就是为了叫我来吃饭 餐厅内 我爸说已经刚我找到 那个跟我在一起的女人了 顾薇兰差点被枪到 真的吗 他让我先去见一见那个女人 资料我晚点发你 步骤你去安排吧 顾薇兰将助 怎么突然心里不太舒服 却又不知道这是重什么感觉 小助理心一沉 指挥官 您还是让别人去办这件事吧 男人头一次被小助理拒绝 满脸疑惑 为什么 因为我 我这两天有点忙 男人拍案而起 顾主 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吗 说吧转身离开 经历了几天的亲密接触 顾薇兰已经没有办法理性地面对她工作了 这个工作已经没办法做下去了 看来是时候离开了 大厅内 这是我们指挥官应女 这位是宋景希女士 两位可以打个招呼 眼前的女人十足的名言气质 光看着就很冷眼 顾薇兰不由的叹气 果然我这种和操汉一般的人是没法顾的 阴欲看着一旁的女人情绪如此低落 她这是怎么了 是不开心吗 和竹马深度交流了一夜 可当男人醒来 却忘记了那晚发生的事情 顾薇兰心里明白 是时候离开了 晚上 小助理按吩咐将宋小姐介绍到指挥官身边 这个宋小姐就是那晚和指挥官在一起的女人 眼前的宋小姐不会是守住圈里的贵族 浑身都透露着十足的名言气质 光看着就让人觉得养眼 小助理无奈地叹了口气 自己这种成天待在部队里的女人 怎么能比 小助理时续地跟两人鞠了一躬 就不打扰两位交流了 我先退下来 指挥官却一把拉住女人的手 你要去哪里 指挥官 我还有别的要处理的工作 不行 一会还要去牧场骑马 你陪我去 顾薇兰面露尴尬 宋小姐不是在吗 这跟我叫你去有什么关联吗 小助理还有说什么 却被阴郁直接拉了出去 身后的宋小姐 看着他们俩人若有所思 没过多久 指挥官就换好了衣服 他走到顾薇兰身边 掏出一块万表 这不是上次 你让我从安城找回来的那块表吗 这是要 男人却好像没听到般 自顾自地给女人戴上 比划了半天 松松垮垮 看来尺度不是谷的事 指挥官凑上前喃喃着 我的太大了 小助理听后瞬间羞红了脸 您为什么要把万表带在我手上 帮我保管好 说完转身离开 骑上一匹马在马场里奔跑了起来 顾薇兰无奈叹气 顾助理 您和指挥官 该不是地下恋情吗 宋小姐 你想多了 是吗 可我看顾助理 你看英指挥官的目光 可不一般 无所谓了 我和他只不过互相应付而已 你们什么情况我都能接受的 那我能冒昧问一下 宋小姐答应 英公爵这件事图的是什么 噓 这是个秘密 不能告诉顾助理哦 小助理竟亲手将自己喜欢的指挥官 推给另一个女人怀里 还为了让两人有跟多彼此了解的时间 一个人偷偷跑回了家 为了将这份多余的感情扼杀在摇篮里 他果断辞掉了当男人贴身助理的工作 可指挥官的老爹英公爵却突然打来了心电 一脸不可思议 副主 你要辞职 小助理声音肯定的解释 只是辞掉助理这个职务 若出现战况的话 我还是会以随行军医的身份 同指挥官一同出征的 殷公爵还是无法接受 我需要一个理由 女人暂定反问 现在不是已经给指挥官安排好了联姻对象 您不会还指望我继续解决指挥官一感气的问题不成 我也只是个特助而已 您觉得呢 殷公爵听后顿时语色 是啊 在道德层面上确实会让他难做 他轻叹一声 可是英玉已经习惯了你的照顾 你这样突然离职 他未必能接受 小助理的心像是被人揪了一下 是啊 我对于他而言只是习惯而已 随后强颜欢笑道 您放心 指挥官只是习惯身边有个贴身特助而已 我已经帮他找好几个不错的人选 您可以挑选一下 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休息了 他将腕表解下 深深地叹了口气 难得可以休长假 明天可以带爸妈出去好好玩一次 他没有注意到 身后的腕表一直在亮着 与此同时 殷公爵也有些后悔 看来小助理是铁了心离开 夫人在一旁不由地埋怨他 都是你太自以为是 你这么不尊重他 他肯定是觉得受委屈了 此时的殷公爵也很委屈 我就是觉得咱儿子太依赖这个小助理了 夫人去直接生气的扭头就走 我不管我不管 要是儿子魅魔状态出了什么问题 看我怎么收拾你 指挥官最爱的小助理居然辞职了 然而他还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男人愤怒 就在刚刚 女人因为辞职的是彻夜难眠 顶着两个黑眼圈的他不由轻叹一声 他拿起桌上的新电 却发现二百三十通来自指挥官的未接来电 经过一系列心理斗争 小助理将电话回了过去 你今天迟到了 不过你的上司耐心很好 就原谅你这一会儿 小助理却一脸的纠结 是应公爵没有告诉他吗 那个指挥官 我已经向应公爵提出离职了 指挥官听后脸一沉 强压着怒意 顾未来 你直接绕过我这个上司 辞职了 女人却纠正道 指挥官 我本来就是公爵招进来军部的 男人开口 为什么 什么理由 小助理无奈 这要怎么解释 内网和你黑黑黑的人是我 而你已经有联姻对象 我没办法理性面对你们两个 没有听见女人的回答 男人失望 雇助是要给别人当特助去吗 小助理下意识解释 我没有要给别人当特助 我还是您的随健军医 只不过不是特助了而已 男人直接挂掉了电话 女人无奈叹气 这下真的结束了 妈 休假了 咱们出去嗨啊 小助理正陪着父母 在商场玩得开心 可下一秒 商场却突然遭遇了袭击 顶部的强化玻璃瞬间碎裂 小助理带妈妈迅速躲到了安全的地方 父母却激动不已 威威 你爸还在外面 妈你先躲在这里 我去找爸爸 随后他呼叫了部队总部 星光商场遇到叛乱的武装分子 请求支援 说完 他连忙加入到战斗 看来武装分子 这次是做了充足的准备 若是再僵持下去恐怕不妙 就在这时 突然出现火炮 直接将敌击击落 看样子应该是救援部队来了 小助理开心故意 可当看心来 表情瞬间僵住 指挥官 你见过如此心机的上司吗 为了让最爱的小助理留在身边 竟不惜使用苦肉剂 难得的假期 让小助理决定带父母 去商场血拼一番 好巧不巧 却遇见武装分子的偷袭 他连忙请求总部支援 眼见自己就要不敌 熟悉的星剑突然出现 看清来源 女人的表情不由的僵住 怎么是指挥官 这种情况 需要他一个高级指挥官亲自过来吗 他向救援队出示证件 救援组长立刻就指了商转给他处理 没想到这个人 居然是他以前的相亲对象 傅小侯爵 小助理连忙上前打包扎 高副官突然出现 傅助理 指挥官叫你过去 小助理有些惊讶 不明白 到底是什么事这么着急 傅小侯爵 却拿过了小助理手中的绷带 你先过去吧 我自己来就可以 女人愣了愣 叮嘱了去伤口别碰水 便先去找指挥官了 驾驶室内 阴郁冷声 你还是我的随健军医吗 小助理连忙回复 是 男人转身开口 我受伤了 顾威蓝负责任地拿出医药箱 指挥官哪里受伤了 男人淡淡地点了点自己的胸口 小助理心中虽有疑惑 但还是上去查看 他解开了指挥官上衣的扣子 果然心上留下了一道口子 女人心疼不已 指挥官是怎么受伤的 男人却答非所问 你和刚刚那个人是什么关系 小助理细心地打开医药箱 只是新认识的朋友 他小心翼翼地给男人上衣 疼不疼 新认识的朋友 为什么一起逛商场 不是一起是碰巧遇到 不过这和指挥官应该没什么关系 英语沉默 愣愣地看着小助理拉出绒带 随后熟练地吞去他的上衣 而这一次 他却莫名脸红了 包扎完成 顾威蓝正要起身 没想到腿蹲抹了 顿时尴尬不已 指挥官稍等 我缓一缓 男人一把将小助理的身体搂进怀里 委屈巴巴地抱怨道 我这几天过得很不好 眼前的男人 为了让女人不离开自己 竟然想将人囚禁起来 指挥官一把将小助理搂进怀里 委屈地开口 这几天雇主不在我身边 我过得很不好 没想到小助理一把推开男人 指挥官我要走了 我爸妈还在等我 男人连忙说道 坐我战舰 我送你们回去 小助理挥了挥手 还是算了 不麻烦指挥官了 就在转身的时候 一滴泪悄悄划过女人的脸颊 看见女人离开的背影 阴郁心里莫名的烦躁起来 甚至还搜索起 有没有适合把人囚禁的岛屿 却引来了系统的疯狂警告 主人 囚禁人在联邦是犯法的行为 那么 有什么别的办法 可以让雇主留在我身边又不犯了 系统提示有两个选项 A给小助理加薪 B和小助理结婚 结婚吗 另一边的小助理 正在家悠闲地泡着走 啊 终于回家了 指挥官今天是怎么了 感觉怪怪的 从浴缸走了出来 没想到女人下意识地抚摸小护 这可把她自己也吓了一跳 怎么突然做这个动作 定是今天太累了 睡觉睡觉 四日不停响动的电话声 把她从睡梦中吵醒 她九分不爽地接通了电话 雇主 还在睡觉吗 听到是指挥官的声音 女人顿时清醒过来 指挥官找我有什么事吗 嗯 上次让你保管的腕表 你是不是忘了还回来了 腕表吗 我记得放在指挥官的飞行器上 并没有 你是不是拿回家了 小助理听后有些生气 我没事 把你的腕表带回家干嘛 那么大我又带不了 可就在她翻找着自己出游 那日所穿的衣服时 还真就在口袋里面找到了腕表 指挥官在电话那头得意一笑 其实这腕表 是她故意放进小助理袋子的 找到了吗 嗯 找到了 好的 我现在去你家拿 等等 我现在安城我家呀 我知道 五分钟后门口接我 恋爱脑的男人会做出什么 指挥官为了见到自己心爱的女人 竟把站起来到她的房间 只为了缩短她到小助理家的时间 而小助理看着她的这一番骚操作 不觉冷汗直流 指挥官自己过来的吗 男人则是一脸的高了 嗯 顾住带路吧 就在刚刚 阴玉想和小助理贴贴 却被女人无情地推开 于是男人故意将自己的腕表偷偷放入小助理的口袋 顾住 你是不是把我腕表带回家了 我带你腕表干什么 那么大 找到了 阴玉一脸得逞的笑容 好的 那你等我现在去你家 小助理恭敬地在前带路 指挥官在身后端向起来 不是很喜欢满院子 都是强威的装饰 小助理无语 这是我家 指挥官喜不喜欢不重要的 男人好似没听到般自顾自说 不过也不是不可以将就 女人骂人的心都有了 这狗男人 一天天的都在想什么 到家后 小助理拿出一双新拖鞋 请指挥官换上 身后不远处 顾威蓝的父母 正偷偷打量着女儿的这位上司 随后 女人热情的母亲就迎了上来 之前就听宝宝提过指挥官了 今天总算见上了 嗯 宝宝 英语听到宝宝这个称呼 不由地露出一副笑 小助理则连忙将母亲推走 我和指挥官还有事情要谈 先上楼了 是吗 威蓝快带领导上去 别耽误了政务 好了好了知道了 随着堂门关闭 女人终于松了口气 爸妈这也太乱来了吧 男人却突然靠近 宝宝 部主 可以和我结个婚吗 只要不离开我 条件让你提 宝宝 还挺好听 女人瞬间羞红了脸 不准再叫了 看着男人还要说什么 他连岔开话 指挥官在这里等我一会儿 我先把那块万表拿过来 女人此刻只想要快点 把这狗男人送走 却被男人一把扯入怀里 部主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谈 顾威蓝被这 突如其来的一抱惊的疑愣 反应过来连忙将男人推开 有什么话你好好说 先松手 指挥官却一反常态的配合 随后起身坐下 好 咱们好好谈 顾主你看一下这份合同 没有什么问题就签了吧 顾威蓝满脸迷惑 这是什么 可等看清合同内容 着实吓了一跳 男人则是不慌不忙地 喝着奶茶看着他 跟我结个婚 小助理满脸的不可置信 指挥官 你在和我开玩笑吗 英玉则是一本正经 你觉得我专程来你家 是为了和你开玩笑吗 顾威蓝有些错 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 英玉朝他招了招手 你过来 女人此刻只想飙脏话 却还是朝他走了过去 英玉起身反手一个捉冬 俯身缓缓靠近 顾威蓝紧张不已 她不是想要轻轻吧 可是这是在我家 这影响多不好 女人脑海里还在想路飞飞 男人却只是拿鼻尖 蹭了蹭小助理的脸颊 随后将脸埋进女人颈窝 因为你不在我身边 我没有办法 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来之前我问过白教授 他说是因为 我体内的魅魔晶体 已经习惯了你的气息 所以 你能和我结个婚吗 眼前的男人 为了让女人不离开自己 竟然想将人囚禁起来 顾主 可以和我结个婚吗 只要你同意要求 可以随便提 只要在我能力范畴之内就行 哪怕不在我能力范畴之内 我也会竭尽所能满过 然而 小助理的态度 却久分冷漠 哦 是吗 但指挥官不是和宋小姐联姻了吗 指挥官连忙牵起女人的手 我没有要跟别人联姻 下一秒 女人却猛然抽回自己的手 可我也不想结婚 包括指挥官 指挥官一时有些梦了 为什么 为什么不想跟我结婚 而小助理回答的也久分硬情 我家虽比不得你家在首都的上流圈 但在安城也算是家大业大 我不需要卖 自己分联姻 听男人刚刚的口吻 明显是将自己当成一个工具人 我家什么也不缺 也没道理要和这家伙妥协 况且不管自己做任何的选择 父母都会无条件支持自己的 空气突然安静 顾威兰实在压抑的不行 便借口找万表起身离开 看着小助理毅然决然的态度 男人九分不爽 他用力地扯下领带 智脑 我命令你 不管用刃 何办法 把顾威兰给我带过来 我要让他一辈子都只能待在我身边 顾威兰找出万表 却没找到阴郁的身影 爸妈有见到指挥官吗 女人的父母满脸的担忧 刚刚指挥官说军部还有事 就先走了 宝宝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我看指挥官走的时候脸色不太好 小助理刚想解释 一阵强烈的呕吐感就冲上了喉头 宝宝 你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生病了 顾威兰连忙开口 爸妈别担心 可能是胃口老毛病又犯了 我今天去医院看一下 说着就往外走 刚关上我 一股淡淡的清香扑面来 糟了 是迷药 女人随即晕了过去 当她再次醒来 却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床上 这是指挥官的卧室 只因小助理拒绝了她的求婚 男人竟直接将人迷晕囚禁了起来 顾主 可以和我结个婚吗 只要你同意要求可以随便提 只要在我能力范畴之内就行 哪怕不在我能力范畴之内 我也会竭尽所能满足 面对如此深情的话语 女人的脸色却渐渐飞了下来 她猛然抽回自己的数 我是不会和指挥官结婚的 我家虽比不得你家在首都的上层圈 但在安城也算是家大业大 我不需要出卖 自己和你联姻 顾威蓝实在不相信 这富黑男会真心喜欢自己 这明显是将自己当成一个工具人 看着小助理毅然决然的态度 男人的目光变得冷令 不管用什么办法 我要让他一辈子都只能待在我身边 顾威蓝再次醒来 却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床上 这是指挥官的卧室 看着刚洗完澡的指挥官穿着浴袍 缓缓向他走来 男人俯身向前 你醒了 顾威蓝内心慌了一批 指挥官是你让人把我绑到了这里 还对我下药 而指挥官也是毫不犹豫地承认 并缓缓向女人压紧 你 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 男人却义正言辞 可是你不和我结婚 顾威蓝无语 明明是自己犯错 却好像我欺负他一样 女人想将人推开 却被男人反手压在身下 顾威蓝有些着急 你这样是在犯罪 你知不知道我是可以告你的 男人挑起女人的下巴 我当然知道 但是我可以把顾住关起来 一直睡到顾住怀孕 眼前的男人正想和小助理 轻轻抱抱举刀高 没想到女人竟然干呕起来 男人的脸一阵黄一阵绿 和我在一起 就让你这么恶心吗 看着将自己压在身下的男人 顾威蓝有些着急 指挥官你这样是在犯罪 你知不知道我是可以告你的 男人却挑衅般 挑起女人的下巴 我当然知道 但是我可以把顾住关起来 一直睡到顾住有小宝宝 等到了那一天 你就再也无法离开我了 小助理呆住 这是谁给指挥官出的主意 指挥官抓起顾威蓝的手 将他的扣子咬开 这难道不是顾住逼的吗 既然你不愿意继续当我的助理 又不肯跟我结婚 我只能犯了 我要让你浑身都沾满我的味道 顾住 你的唇看起来很好清 男人俯身向前压近 顾威蓝被聊得不明所以 正当准备卸下防备的时候 一股强烈的呕吐感 突然涌不上来 阴郁瞬间压麻带住 我让顾住这么恶心吗 你至于当我面兔吗 此时的顾威蓝内心九分煎熬 现在要是不把他哄好 也不知道他一会又要做出 什么离谱的事想出来 他将男人推开 不是的 我今天胃不舒服 男人显然是不相信 他一把将人抱到腿上 双手顺着满腰往下滑走 顾威蓝明显感到了 男人身体的变化 你别这样 阴郁将人往胸前 更贴近了几分 唏嘘地开口 哪样 我愿意回来继续给你当助理 男人目光变得犀利 我怎么知道 顾住你不是在骗我 顾无蓝无奈 我和指挥官重新签订合约 还不行吗 指挥官我不愿意 你真的要强迫我和你发生 关系吗 你见过如此风提的男人吗 只因小助理不愿和他结婚 竟直接把人囚禁起来 还想生米煮成熟饭 看着在自己身上不安分的手 顾威蓝顿时心乱如麻 他明白如果自己不妥协 这个风提的上司 真的是什么也做得出来 于是连忙开口 指挥官 我可以回来继续给你当助理 阴玉俯身逼近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在骗我 小助理无奈 我和指挥官重新签订合同 这总废了吧 看着男人有所动容 顾威蓝连忙撒娇般开口 指挥官我不愿意 你当真要强迫我吗 阴玉中就还是答应 小助理的邀请 不过 男人突然回头 你要先让我锁一下 说吧便从枕头底下 拿出一对银色手镯 咔哒一声套在你们的手腕上 男人脸上露出一种 意味深长的笑容 这可是我为顾助量身定制的 尺寸刚刚好 顾威蓝一脸鄙夷 所以指挥官从那天 给我带万表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囚禁我的念头了 男人答非所问 我去重新拟定合同 他将人放在床上 略带威胁的开口 顾助可要在这里乖乖等我回来 看着阴玉离开的背影 顾威蓝不由地叹了口气 指挥官总会变得与此风批 看来这段时间 只能顺着他装作听话 没意味男人 就将一份合同递到女人面前 顾助看看没什么问题就签字 顾威蓝不解 为什么还有这种条件 只要指挥官的魅魔晶体发生躁动 我无论在哪里 都要回到指挥官身边 起到安抚作用 阴玉狠狠地瞪着他 怎么 顾助是不愿意吗 顾威蓝赶忙尴尬地摆摆手 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现在我可以回家了吗 男人静静地看了顾威蓝几秒 将他手上的手镯打开 小助理转身就要回家 却被指挥官一把拽到了怀里 顾助我可以清理一下吗 女人本想先稳住男人 以便想办法逃走 没曾想男人 像是猜到他内心的小九九 直接掏出一副银色手镯 将人靠住 顾威蓝大惊 怎么会有人在家中放这种东西 而且为什么尺寸刚刚好 男人就将一份合同递到女人面前 顾威蓝潇洒地在合同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现在我可以回家了吗 男人静静地看了顾威蓝几秒 将他手上的手镯打开 小助理转身就要回家 却被指挥官一把拽到了怀里 顾助我可以清理一下吗 顾威蓝刚想拒绝 阴玉突然一脸委屈地开口 接下来我可是要和顾助分开整整一往 如果现在能和顾助进行亲密接触 就可以给我更多的安抚作用 女人无语 这么一本正经地耍流氓 还有没有王法 关键是我还无法反驳她 顾威蓝无奈叹气 算了 你可以清脸 话还没有说完 嘴唇就已经被堵上 直到女人快不能呼吸 男人才放过她 顾威蓝直觉心跳加速 这个蚊似乎和以前的不太一样 男人突然又抬起她的下巴 在她嘴唇上轻轻啄了一下 我送你回家 顾威蓝的大脑一片空白 自己怎么还挺期待 夜晚 女人看着阴玉离开的战舰 今天一整天怎么都跟做梦似的 还有那个蚊 自己为什么会挺期待她继续下去 顾威蓝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她害羞地躲到被子 顾威蓝你都在想些什么呀 肚子突然抽了一下 这几天总觉得肚子不太对劲 明天得去查一查 希望是我多想了 于是第二天 她早早地就来做全身检查 在出结果之前 顾威蓝给指挥官发了一条警驾消息 今天上午有事 不能陪指挥官去军部了 消息刚发过去 指挥官一个心电就打了过来 顾住 你上午有什么事 小助理解释只是一点私事 那你下午会来军部接我吗 想着男人气鼓鼓的样子 顾威蓝不自觉地笑了出来 嗯 我会的 听到满意地回答 男人开心地挂掉了心电 女人轻笑 怎么正常时候的指挥官 也越来越有魅膜那味 她抬头看她检测结果时 不由地愣住了 我怀孕了 小助理前脚刚被查出来 怀了上司的宝宝 后脚上司 就让她亲自去给另一个女人礼物 小助理无语 指挥官你是认真的吗 应语将一份文件递给顾威蓝 顾住 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你带宋小姐去把这座酒庄签下来 小助理结果文件 瞬间压麻呆住 这是要给她一座酒庄吗 宋小姐在她心里 原来这么有空谅 那还把我肚子搞大 还让我亲自去伺候她情人 这男人怎么这么大的脸 看着眼前帅帅的男人 顾威蓝无奈地叹了口气 尽管心中万分委屈 可毕竟指挥官她不知道 我已经有了她的子 没什么好迁怒她了 酒庄内 顾威蓝将文件递到宋小姐面前 宋小姐是这个酒庄 没有意义的法 请在上面签个字 宋小姐佛了副眼镜 上下打量着面前小助理 顾助理今天好冷漠哦 不过 我喜欢 随后潇洒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顾威蓝结果文件正打算起身 对面女人的心电突然响了起来 女人毫不避讳地接起 我看你哥都有碰稿 上下级办公室恋情呢 你要是真的这么忙 就别来回来见我了 然后果断挂断 顾威蓝一惊 宋小姐你有男朋友 对面女人丝毫没有隐瞒的样子 点了点头 宋小姐 你不怕我告诉指挥官吗 对面女人轻笑一声 随便你啊 你想说就说 我又无所谓的 小助理一时之间竟有些失神 可英玉还把你当成她第一次的对象 我该怎么跟英玉说这件事呢 她回到基地将文件交给了指挥官 看着满脸困惑的小助理 英玉解释 我和宋小姐只是合作关系 她告诉我那晚的女人不是她 我帮她拿下酒妆 顾威蓝听后恍然大悟 原来是因为这样 男人接着开口 送礼物的话 我只会给雇主一个人 我想娶的 也只有雇主一个人 之前的做法可能让你有些误会 是我的错 突如其来表白 让顾威蓝心跳加速 自己不喜欢英玉吗 不 从小时候开始 自己的心里就只有她一个人 可是 我和她深蹲的差距 真的有可能在一起吗 看着指挥官一脸严肃的表情 顾威蓝心中有了答案 这一次 她想试试看 她快步走到指挥官面前 直接坐到了男人的大腿上 你真的愿意和我搞办公室恋情吗 男人刚想和小媳妇亲亲 小媳妇却直接吐了出来 阴郁如遭雷屁 我就让顾住你这么恶心吗 看着顾威蓝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 英语连忙开口 我和宋小姐只是合作关系 送礼物的话 我只会给顾住一个人 我想取的 也只有顾住一个人 之前的做法可能让你有些误会 是我的错 但是 你下回再想往我身上吐 我就和你不客气了 看着眼前一本正经说着情话的男人 顾威蓝心头一颤 我们之间真的不可能吗 不 这次 我想试试 她大步朝男人走去 然后直接跨坐在她的腿上 红着脸看着对方 本已经做好一直和这位上司保持距离的打算 但她刚刚的话 却让我觉得 她可能 可能是真的想和我在一起的 顾姑满脸疑惑的应欲 顾威蓝一手挑下她的眼镜 接着捧起了指挥官的脸 手指顺着下巴轻轻滑下 她解开齐喉间的扭扣 随即猛的一拽 因指挥官 你是真的 真的想和我搞办公室地下练情吗 就在这时 顾威蓝发现身下的男人出奇的烫 她本能地抽回手 却被男人抓住 反手圈在怀里 顾主 你是在勾引我 女人不甘示弱 指挥官是你先开始的 应欲的手开始不老实起来 她亲吻着女人的脖梗 声音充满了蛊惑 那你愿意吗 顾威蓝还没来得及回答 指挥官竟直接咬上了她的脖梗 她想推开指挥官 却被男人紧紧地暴躲 看着小助理脖梗出自己的杰作 满意地瞇了瞇眼 接着又霸道地吻上了她的唇 两人一时间有些情难自艺 感受到男人身体的变化 让顾威蓝瞬间清醒 不行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她将男人推开 指挥官 你不工作了吗 可是 我有点上意 男人亲吻着女人的脖梗 声音充满了蛊惑 那你愿意吗 顾威蓝还没来得及回答 指挥官竟直接咬上了她的脖梗 她想推开指挥官 却被男人紧紧地抱住 感受到男人身体的变化 让顾威蓝瞬间清醒 不行 不能再这样下去 她将男人推开 指挥官 你不工作了吗 可是 我有点上瘾 顾威蓝延声呵斥 你需要工作了 英玉盯着眼前充满诱惑的 却有一脸不悦的女人 只能无奈闭眼克制 强压下自己身体里生起的火焰 额头靠着女人的肩膀 答应了齐先工作 突然她闻见顾威蓝身上 有一股淡淡的奶香 英玉好奇地开口 顾主 你喝牛奶了吗 小助理被她问得一点问号 什么意思 英玉用手指的指 就是顾主你那里 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 是喝奶撒了吗 顾威蓝瞬间羞红了脸 她将她人一把推开 快速将文件搬了过来 你快工作 一旁的英语不由地调侃 顾主 你现在很猖狂啊 顾威蓝直接双手插腰 立声呵斥 指挥官 你对我不满意 可以另招助理 说吧转身离去 顾威蓝来到洗手间 看着脖子上 被狗男人吸出的印记 无奈至极 这要是被同事们看到了 还不知道要传出什么谣言 想到男人刚刚说 自己身上有奶香味 自己确实感到有点胀胀的痛 难道真的出现 长奶的趋势了吗 顾主 突如其来的声音 吓了她一跳 她连忙询问指挥官 怎么了 我只是觉得 如果顾主能陪在我身边 我的工作效率应该会高点 一夜春风 女人竟然怀上了上司宝宝 然而 身为当事人的指挥官英玉 却把那晚的是望得一干二净 看着男人教科书般的表白 顾威蓝内心纠结不语 自己当真不喜欢她吗 不 从小时候开始 自己的心里就只有她 可是我们之间的差距 真的能有结果吗 指挥官真的明白 结婚的意义是什么吗 她对上英玉一脸认真的表情 不然在一刹那释然了 为了自己肚里的孩子 也为了自己那份懵懂的爱情 她决定补一把 只见她主动聊起英玉 咱们来场办公室恋情吧 但她不知道 对她情根深重的指挥官 又怎么干预只谈恋爱 于是英玉点开屏幕 邀请顾威蓝一起欣赏 其他地方王子和公主举办的婚礼 你看 补元王子殿下说 成婚之后 爱拉公主会成为她的妻子 她的 老婆 顾威蓝满脸的疑惑 有什么问题吗 指挥官耳畔微红的又重复了一遍 老婆 这一声老婆 直接让小助理羞红了脸 心脏砰砰的跳了不停 英玉趁热打铁 如果以后我们领证了 我就可以改口叫你老婆了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称呼 顾威蓝垂下了眼眸 要是其他人这么和我说 我会觉得她是在求婚 但是现在说这话的人是英玉 那可能是真的喜欢这个称呼吧 想到这里 刚刚怦然心动的感觉突然清醒下来 她随意地回答 我个人不喜欢 一旁的英玉郁闷不理 我还要怎么表达 你才能懂 夜晚 顾威蓝将指挥官送到家门口 却看见指挥官没有要下去的意思 反而是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指挥官已经到您家了 是还有什么事情吗 小助理还没反应过来 指挥官已经俯身向前 男人旁敲侧击地向小助理求婚 小助理愣是不往那方面想 英玉郁闷不已 我还要怎么表达 你才能懂 夜晚 顾威蓝将指挥官送到家门口 却看见指挥官没有要下去的意思 反而是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指挥官已经到您家了 是还有什么事情吗 男人一脸委屈地开口 昨天你回家时 有很好接吻 小助理无语 昨天明明是他非要亲的 正想着 指挥官已经俯身向前 直接封上了顾威蓝的唇 顾威蓝表示不服气 凭什么他想亲就亲 哼 既然这样 我也要占占他的便宜 于是 在阴郁依依依不舍地放开他时 顾威蓝直接又亲了上去 男人一脸的不可思议 随后将人紧紧地抱住 加身这个吻 这次是你主动招惹我的 于是乎在经历了九九七十二分钟后 顾威蓝还是败下阵来 差不多了吧 有点喘不上气了 他想将指挥官推开 男人却抱得更紧 女人无奈 只见他狠狠地咬了一口阴郁的唇酒 男人吃痛地放开了他 他擦了擦唇上的血字 捅腻地看着眼前的女人 顾柱 咱下回能不这么狠吗 顾威蓝也不甘示弱 还不是你不起来 就在这时 女人的心电接收到来自阴郁母亲的电话 四日一早 小助理正在做早餐 一双大手忽然从后面还住了她的腰 小助理吓了一跳 指挥官 马上就好了 你先出去等我吧 阴郁瞬间委屈起来 昨天求我和你一起去应付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样的 一夜春风 女人怀上了上子宝宝 然后还跟上司搞起了办公室恋情 然而两人正打着火热的时候 上司的母亲竟然心电邀约 请她明天来家做客 小助理顿时紧张起来 难道是两人办公室恋情被发现了吗 可是她还没有做好要见家长的准备 没有办法推脱 她只好恳请上司陪她一起去 拜托拜托 我一个人去公爵大人肯定又会找我麻烦的 小助理奶声奶气的声音 着实让英玉把持不住 好吧 明天来接我 四日一早 顾威蓝早早地来到英玉家做主饭 英玉一醒来 就看到女人忙碌的身意 她忍不住从身后抱住她 顾威蓝一惊 不是吧 大早上就要来 她连忙叫英玉出去 男人瞬间就不开心了 顾主 你昨天拜托我陪你去英祖的时候 可不是这个语气 看着英玉气鼓鼓的样子 顾威蓝连忙安抚 好了 万一一发不可收拾 咱们就要迟到了 英玉用指腹轻轻抚摸着小助理的唇瓣 怎么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就在两唇又要开启斗争时 一阵呕吐感翻涌而上 小助理直接干呕起来 这可气坏了一旁的英女 怎么了 我这是又干什么 把顾主你恶心吐了 顾威蓝连忙解释 不是的 并不是因为指挥官才会吐的 是我这几天不太舒服 不舒服 男人朝着他的肚子戳了戳了 可我也没见你吃什么 怎么会不舒服 顾威蓝一惊 你别够那点 男人却一脸不解 为什么不能碰 说着朝他的肚子又戳了戳 顾威蓝将他的手推开 不行就是不行 出来吃饭 吃完还要去应付呢 转眼间 两人来到应付 公爵夫妇早早地就在门口等着他们 你们来了 公爵夫人热情地迎了上去 上来就要邀请小助理走走 英玉将人护在身后 夫人这是要带她去哪里 上司的后妈突然打来新店 邀请她来家里做客 小助理纠结不语 难道是她和上司的办公室恋情被发现了吗 次日一早 英玉陪着顾威蓝一起回到了印度 公爵夫妇早早地就在门口等一看 你们来了 公爵夫人热情地迎了上去 上来就要邀请小助理走走 英玉将人护在身后 夫人这是要带她去哪里 公爵夫人一时间有些尴尬 我先带威蓝去院中逛逛 就不妨爱母父子俩谈话了 一身反骨的英玉直接回队 本来就不妨爱 公爵父亲直接抱走 你一会没有顾威蓝陪着是会谈吗 害怕指挥官再说些什么给他惹破上身的话 顾威蓝连忙借口给指挥官摘点恶魔果 撒鸭子就不妨 她陪同公爵夫人来到院里 公爵夫人开心地牵着她的手 威蓝 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 之前的事我替公爵给你赔不是 希望你能别放在心上 小助理则微微点了点头 对事不对人 我也不需要放在心上 对了对了 英玉这两天是不是跟哪个家族里的千金接触管 我刚刚都看到了 英玉这里有稳稳 看上去好像还挺激烈的 顾威蓝顿时心虚不语 是 是吗 威蓝啊 你回头还是要和英玉说注意点影响 她毕竟是主指挥官 让下属们看到的影响多不好啊 顾威蓝尴尬的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手不自觉地摘下一颗恶魔果子 就吃了起来 这让一旁的公爵夫人大吃一惊 威蓝 你 你怎么在吃恶魔果子 小助理自己也吃了一惊 普通人类是不吃恶魔果子的 难道 难道是因为我怀着小妹魔宝宝的员工吗 等反应过来的她连忙掩饰 啊 我是替指挥官 尝尝甜不甜 公爵夫人突然笑了出来 难得在顾助理身上 有了些正常的烟火气 没事 你想吃就吃 就在这时 指挥官的妹妹 也是帝国最年轻的科学家英子年刚好的来 只因怀了个小妹魔宝宝 身为普通人类的顾威蓝 竟然会被恶魔果子所吸引 她连忙掩饰 我是先帮指挥官尝尝甜不甜 公爵夫人看此场景 只觉难得在顾助理身上 有了些正常的烟火气 没事 你想吃就吃 就在这时 指挥官的妹妹 也是帝国最年轻的科学家英子年刚好的来 英子年和母亲 嘘寒问暖了几句后 便将视线移到了小助理的身上 你就是哥身边的顾助理 顾威蓝礼貌地打着刀 后面正好有一个射击场 能不能请顾助理陪我玩一场 他这是有话想要单独跟我说的意思 他随即答应了下来 射击场内 顾助理 我哥给你多少薪水 顾威蓝疑惑 这思维有点太跳跃了吧 怎么突然提到这个话题 我给你开十倍 只要你别让我哥跟宋小姐进行联姻 果然是有事找我 小助理刚好在这时开了一枪 正中把心 英子年一惊 他这么厉害的吗 不威蓝转身 我能冒昧问一下为什么吗 女人却毫不避讳地直接告诉他 因为宋小姐是我女朋友 小助理的枪都惊掉了 差点和英玉订婚的宋小姐 竟然是英玉妹妹的女朋友 这一家子这么乱的吗 他尴尬地扶了扶额头 是这样的 这件事不归我管 我建议你自己去找宋小姐问清楚 至于指挥官那边 他和宋小姐的关系 应该就是见过两次面 关系很不甘的 英子年冷了一下 就在这时管家火急火燎地跑了过来 顾小姐 终于找到您了 指挥官一直在找您 急得不行 现在人在驾驶舱 您快去看看吧 他连忙向英子年打了声招呼 抄驾驶舱跑去 不知道这个指挥官又出什么幺蛾子 指挥官看到小助理跑来 一把将人拉到怀里亲吻起来 如此爱吃醋的男朋友你见过吗 只因为五分钟没有陪在他身边 男人就吃起了飞坐 知道指挥官在到处找他 顾维兰连忙跑到驾驶舱 我刚刚是被子眠叫去射击场了 不是故意不找指挥官的 英语却冲耳顾闻 不停地敲击键盘 重复在屏幕上把着的 他好久不来找我了 他不理我他不理我 顾维兰无奈极了 五分钟而已 至于吗 他拿出刚摘的恶魔果子 指挥官要尝尝吗 男人转头秀了秀 突然一把江人搂在怀里 你吃恶魔果辣 小助理轻轻点头 刚摘的时候吃了一颗 给我尝尝 说把封住了女人的唇 品尝起来 于是乎经历了九九七十二分钟后 缺氧的女人才连忙将一女推开 指挥官一会 还有个指挥部重要的会议要开 男人依依不舍地看着小助理 愤愤地咬了口恶魔果子 哼 这个没有固住嘴里的甜 就这样 相安无事地度过一段时间后 便来到了特殊的这日 按照行程上的 阴玉每隔半年会去一次联薪 去看望被关在岛上的生物 伯母你好 这是阴公爵托我带给您的东西 说着将一份文件递了过去 阴玉母亲去直直地盯着顾威兰的肚子 这让顾威兰一阵心虚 她不会是看出什么了吧 阴玉突然叫人护在身后 别总盯着我的人 阴玉母亲轻叹一口气 顾住受了不少 指挥官听后有些惊讶 连忙仔细审视其小助理来 难道是被我累瘦了 小助理时续地后退了一步 伯母 我先回院子里放一下行李 您二位先聊聊天 阴玉母亲突然严肃起来 让她去就行了 你在这里陪我待着 随后怒气冲冲地朝阴玉说道 你是连自己的行李都不会收拾吗 看着两人剑板弩张的样子 顾威兰尴尬地不知道如何是好 男人抬起箱子 钥匙给我 小助理陪指挥官 来见自己未来的亲婆婆 而阴玉的母亲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总是盯着小助理的肚子看 顾威兰尴尬不如 连忙找借口想要落盘 却被阴玉的母亲直接拉住 有什么事让阴玉去办就行 你陪我在这待 见阴玉一动不动 怒气冲冲地朝她发火 你是连自己的行李也不会收拾了吗 顾威兰在两人之间不知如何是好 伯母 没事的 我来就好 话音未落 阴玉一把夺过行李箱 钥匙给我 拿上钥匙 男人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见阴玉离离开 阴玉母亲又变回了和蔼的样子 顾助理瘦了 是因为最近不舒服吗 嗯 有一点不舒服而已 让伯母发心了 顾威兰说话的时候心虚不语 可不能让伯母看出什么破绽 可仅仅是一阵微风吹来 她就被冻着打了个喷嚏 阴玉母亲将自己的披风 披到顾威兰身上 女人一惊 伯母这可使不得 您会着凉的 阴玉母亲自顾自地坐在轮椅上 这里风大 你扶我回去休息就行了 顾威兰就这样慢慢地推着她 伯母 您晚饭想吃什么 我打算一会去岛上转一转 买点食材回来 阴玉母亲听后有些不愿 这些小事 让院里的机器人做就好了 看到阴玉回来 顺便又冲她发了一顿火 威兰是助理 不是你的保姆 不要让她什么事都操心 阴玉挑眉 威兰是我的助理 要怎么安排她是我的事 不用你操心 另外 她从小助理手中接过推手 另外 你也别总使唤我的专属特种 就在指挥官推着轮椅时 阴玉母亲猛地按下了急杀 接着便回头警告 转身气愤离开 阴玉无奈吐槽 脾气还是这么乖 下一秒 她突然将人搂在怀里 让我好好看看 是瘦了吗 阴玉一把搂住了小助理的腰 居然只是为了测试腰围 顾威兰连忙想要推开她 阴玉却不为所顿 自顾自说道 还真是瘦了 肯定是你辞职那个时间 没有好好吃饭 顾威兰无语 揪气男人在她腰间乱走的手 往开一溜 转头就走 却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 阴玉快看 前面有一片草莓种植地 指挥官上前 这是人工种植出来的草莓吗 顾威兰俯身去摘红灿灿的大草莓 这是伯母种下的 伯母说我们想吃可以摘 看着小助理摘草莓的身影 阴玉不由地吞了吞口水 她向前和顾威兰说 她想试试种草莓 顾威兰却没理解她话中的意思 并且开心地递给她一把铁锹 准备教她如何种 看着递过来的铁锹 阴玉愣住 但看到顾威兰满脸开心的样子 只好尴尬接过来 顾助理专心地教她种植的方法 男人的目光 却在小助理的脸上没有移开过 以至于忙活了半天 草莓苗被她种得歪歪扭扭 小助理好笑道 只会关你种的草莓歪歪斜斜的 好难看 阴玉满脸的不服气 谁说的 男人抓住她的双手 将人抵在一旁的柱子上 还用牙齿咬开她的衣褶 就清了下去 顾威兰大惊 想要挣脱 却发现双手被紧紧扣住 阴玉种了一颗草莓 感觉不够 又连着种了好几颗 指挥官放开我 为了不让自己宝贝微微生气 男人一一不舍地放开了她 你看多好看 我明明很会种 不微蓝无语 好啊 感情变成在我脖子上种草莓 真幼稚 阴玉天真的戳了戳小助理的脸 怎么鼓起来 顾助又生气了吗 男人像想到了什么 转身朝草莓地走去 紧接着她就摘下一颗又红又大的草莓 回到了小助理身边 她将草莓直接塞进了小助理的嘴里 等小助理吃干抹镜后 她还勾唇问了句 甜吗 本还生着气的小助理羞红了脸 真是对指挥官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小助理与自己的上司搞起了办公室地下恋情 却不想被未来婆婆看出了有孕的事实 为了缓和指挥官和她母亲间的关系 顾威兰特意拿着刚刚摘的草莓 以英语的名义给她拿了馆 进来坐坐吧 正好我有话想和你聊聊 小助理一进门便看到了英语母亲和总事的亲密合照 英语母亲连忙将照片扣下 邀请小助理来沙发上坐 见她不愿意让自己看到 顾威兰时序的没有询问 顾威兰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被关在这个岛上吗 是因为我怀了身孕 小助理一脸惊讶 下意识地摸上自己的小腹 英语母亲满脸担忧地看着小助理 英语是不是强要你了 顾威兰正想着怎么把这个话题掠过去 英语母亲像是看透了顾威兰心里的小酒井 顾住 你觉得身为她的生母 会不清楚她有没有出现一杆气发作的状况吗 其实就是指挥官第一次一杆气发作时 我正好在她身旁 英公爵那边第一时间控制了消息的传播 所以指挥官并不知道这件事 英语母亲听后不出所料地点了点头 倒是符合总事大人的行事作风 一旁的小助理疑惑不已 这件事不是英公爵第一时间控制了消息的吗 和总事大人有什么关系 英语母亲突然转身握住了她的手 我只是想提醒你 有些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如果你自己没有把握能掌控的事 还是在慎重考虑考虑 说到底我就是个被她骗到这里的工具罢了 那指挥官知道这件事吗 英语母亲微笑地看着她 你觉得呢 顾威兰恍然大悟 所以伯母从生下英语开始就被剥夺了自由 而造成的原因都是因为有了英语 怪不得伯母不是很待见英语 要是英语知道的事情 忽然 指挥官冲进了房间 顾住 我们要提前回第一星啊 星球遭到外遇来犯 得赶快回去处理一下 小助理听后即刻起身跟英语母亲告别 可女人却突然拉住了她 并偷偷塞给了她一瓶药 特别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吃一颗 紧接着 她又转身告诫英语 顾住身体不舒服 就别老让她上前线了 照顾好她 指挥官现在郁闷不已 明明小助理面色红润 嘴唇长起来也很甜 为什么母亲就能看出她身体不舒服 顾威兰正和英语的母亲聊心事 英语否及否了地冲了进来 顾住 我们要提前回第一心了 星球遭到外遇来犯 得赶快回去处理一下 小助理听后即刻起身跟英语母亲告别 可女人却突然拉住了她 并偷偷塞给了她一瓶药 特别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吃一颗 紧接着 她又转身告诫英语 顾住身体不舒服 就别老让她上前线了 照顾好怕 战舰上 英语上下打烊着身旁的小助理 顾住你真的不舒服吗 女人被吓了一跳 连忙摇头说自己还好 可指挥官却将她搂进怀里仔细检查了起来 脸上红润 嘴唇也 说着附身品尝了起来 七七四十五分钟后 她放开了快要缺氧的小助理 嘴唇明明也很甜 乌维兰被聊得面红耳饰 指挥官你又乱讲 英语服下 伸牵起她的手放在心口 一脸严肃的说自己并没有 乌维兰小脸胀红 好了我知道了 你快松手 那顾住弄乱的领带 得帮我系好 乌维兰无奈叹气 自己的上司怎么办 宠着呗 这次外遇麻烦不大 我应该三天内就可以回来 小助理愣了愣 指挥官这次不用我跟随呢 指挥官点了点头 免得下次再见那个女人 又说我欺负顾住了 我不在的这两天 顾住要乖乖吃饭 回来我可是会检查的 小助理心中不由土豪 指挥官什么时候和老妈子一样了 见顾微蓝呆住 英语直接在她脸上咬了一块 顾住你听到没 女人直接抓起指挥官的衣领就吻上去 还在唇上猛咬了一口 也请指挥官在前线的时候注意安全 回来的时候我也要检查有没有伤到 英语捧起顾微蓝的双手 可以 被你管教 我心甘情愿 女人有孕身体不适 却还遭到了上司的突击检查 上司通过轻身检查 感觉小助理完全不像不舒服的样子 小助理让指挥官别闹 指挥官一本正真的说自己只是在认真检查而已 看着顾微蓝鼓起的小脸 英语直接在她脸上咬了一口 顾住针田 顾微蓝也不甘示弱的在男人嘴唇上咬了一口 指挥官在前线的时候注意安全 回来的时候我也要检查有没有伤 英语捧起顾微蓝的双手 可以 被你管教 我心甘情愿 经过一系列安抚过后 终于是送走了英语 男人刚走他便莫名开始犯愤 不知睡了多长时间 一阵急促的铃声 将昏昏沉沉的顾微蓝叫醒 顾住 看看脸 顾微蓝没反应过来 啊 好 看着他刚睡醒的样子 英语居然莫名的红了脸 指挥官是在返回途中了吗 英语答非所问 好想轻顾住 顾微蓝直接被撩红了脸 再这样我就挂电话了 顾住你都不想好好看看我吗 小助理疑惑 我不是正在看吗 只见男人的小尾巴跳了出来 隔着视频就抚摸起他的脸 这一操操作直接把顾微蓝整不混 指挥官 你的尾巴怎么冒出来 男人邪魅一笑 刚刚看到顾住 他就不受控制的冒了出来 他很想顾住嘛 顾微蓝连忙挂断电话 要是再不挂断 还不知道他在说出什么不正经的话 而恰好这时 他的房门突然被人敲响 顾助理 我是林秘书长 现在您方便和我去探罗公吗 总统大人找您 罗公累 听说顾助理前两天 裴英只会去了看望他生母吗 顾微蓝点头 是的 我今天叫你过来是听说 种种数据显示 英语已经越来越离不开顾助理了 是这样吗 男人只是离开小助理5.21秒 竟然找出了魅魔尾巴 通过视频新变 不停地聊拨着小助理 这把小助理撩进一些新潮澎湃 连忙挂断了电话 还来不及多想 就被总统大人找了过去 一见面就开始询问 近期指挥官越来越离不开 顾助理的言论是否损实 顾微蓝没有否认 可能是指挥官习惯了我在身旁 所以他身体里的魅魔晶体 很依赖我的气息 这我听白洛教授说过 源头是你帮英语疏解了一次一把气 所以他现在比较依赖你 看着上司审视般的目光 帮忙解释并不是我有预谋 是指挥官战损受伤在先 总统大人若不信 可以派人去调查 顾助理 我也不是完全这个意思 男人说着 调出一份文件 顾助理可以看一下 这是当年英语被格式化掉的记忆文件 一共3259段记忆 其中有2971段记忆 都是跟顾助理有关的 顾助理 你知道当初军部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 才格式掉和你有关的记忆吗 是电机等数种酷刑 是常人所无法承受的 是一次比一次强烈的痛感 才在英语脑海中完全删除 还有顾威兰三个字的所有记忆片段 小助理听后心疼极了 虽然他知道指挥官的记忆 都被格式化掉了 却不想格式化的手段 原来这么残忍 以及其中这么多记忆 都是关于自己 顾威兰泪流满面地 问脸前的总统大人 到底为什么非要格式化掉 这些记忆片段 男人则是淡然地回答 因为军部对英语 进行了上百次测试 测试证明 只要底线涉及到顾威兰三个字 哪怕被把战 他也可以义无反顾放弃所有 为顾威兰而打 顾助理我希望你理解 联邦帝国所需的 从来就不是一个 拥有致命弱点的准见指挥官 他身上所肩负的责任有多大 我想顾助理比我清楚 所以我不希望顾助理 和英语除工作外 在有任何接触 只因男人脑海中 98%都是带有顾威兰的记忆 上次便对他实施了 电击等一系列复刑 顾威兰泪流满面地 问眼前的总统大人 到底为什么非要 格式化掉这些记忆片段 男人则是淡然地回答 因为联邦帝国所需的 从来就不是一个 拥有致命弱点的 主见指挥官 可是您凭什么这么做 凭什么 男人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 因为我是帝国联邦的总统 因为英语是可以保卫 联邦帝国的强大魅魔人 小助理冷眼看着面前的男人 不过是把英语 当成一个工具罢 还说得那么冠冕堂皇 像是察觉到顾威兰的目光 男人接着开口 我听说 顾助理父亲的政谷 好像在上升期 顾助理是个聪明人 应该会权衡轻重吧 我已经在英语的饭菜里 加入了导致一杆气发作的药 并安排了女人 进入他的休息舱 既然要纠正英语过度 依赖你的错误 只要在他一杆气发作的时候 找别的女人缓解 他自然会把依赖过度 到别人身上 明天英语回来 顾助理只需要和以前一样 正常和上司相处就行了 小助理实在不想再待下去 难怪英语刚刚和自己 通话时 内抹尾巴又跑了出来 原来是被下药了 他草草告别上司 慌忙冲出办公室 一路上不停地给指挥官打心电 却一直未接通 定欲求你 赶快接电话呀 绝不能 绝不能让那样的事情发生 可这时他的小父 却不合时宜地疼了起来 顾薇兰正不知道怎么办 副指挥的电话打了进来 顾医生你快来 主舰上检测到指挥官 受到了很严重的伤 顾薇兰忍得疼痛 连忙朝应遇的休息舱跑去 因为休息舱只有 顾助理和指挥官能打开 里面不停地摔着东西 副指挥官焦急不行 顾薇兰连忙打开舱门 却看到一个浑身是伤的女孩 冲了出来 看到是顾助理 像是看到了救星 一把就抱住他的大腿 小助理一脸惊讶 怎么回事 指挥官根本不让我 靠近 我一靠近他就电击我 还不让我呼吸 让我滚 说我的气息很难闻 顾薇兰让人将他带走 急忙进去查看阴郁情况 只见男人蜷缩在旁边 一下又一下地撞到这里头 小助理心疼坏了 英语 听到熟悉的声音 男人连忙回头 好吧 岛上还一本正经的指挥官 下午今又变成了一个 哭唧唧的小面女 上次为了让指挥官 不再依赖小助理 竟让人在英语的犯态里 加入了导致一感气发作的样子 并安排了女人 进入他的休息舱 正当小助理不知 如何寻找指挥官时 不指挥的心电便打得过来 原来是英语除了小助理 其他女人都不让碰 小护士被派去给他舒缓 结果却被他垫了浑身是伤 没办法的医疗队 连忙联系小助理前来帮忙 当顾薇兰来到了休眠舱后 便看到了全坐在床边的指挥官 一下又一下地撞着自己的头 小助理心疼坏了 小心翼翼地上前换了一声英语 听到熟悉的声音 男人连忙回头 满脸都委屈 宝宝 看见小尾巴被咬得一直在滴血 顾薇兰连忙让他松口 男人听话地放开了我巴 转手却把小助理压在身下 小妹母委屈巴巴地开口 宝宝 你终于来了 说着附身含上了小助理的双唇 不知过了多久 顾薇兰有点呼吸不上来 他想将人推来 英语却紧紧抓着他的手 英语乖 先 先起来 小妹母将电烤烤在顾薇兰的手腕上 宝宝不准再离开我了 小助理有些无语 他还真是爱索人 他语气放柔安抚的 英语乖 你受伤了 你先放开我 我给你处理伤口好吗 小妹母强硬地将顾薇兰的双腿分开 我不要放开 我就要将宝宝带在身上 再也不准宝宝离开 说着就开始亲吻他的大腿 可小助理一想到自己还怀着孕 就立声打断说不可以 小妹母瞬间泪眼汪汪 为什么不可以 宝宝不给我舒服 宝宝不喜欢我 他哭通一声坐到地上 用力地咬着自己的尾巴 然后可怜巴拉地说着宝宝 好痛啊 小助理无奈凑到了他身边 你怎么能伤害自己呢 见小妹母一脸委屈地掉着眼泪 小助理安抚地摸了摸英语的头发 放心吧 我不走 你先别哭了好不好 宝宝 要抱抱 拥有双重人格的男主见过吗 白天气场两米八 一记余光就让人脏场实话 晚上却在女人怀里哭嘻嘻 姐姐抱抱举高高 看着眼前不断撒娇的男人 乌维兰叹了口气 我去拿一下医药箱 就回来陪你好吗 英语狠狠地瞪了一眼前方不远的箱子 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小助理回头瞟了一眼指挥官 看见男人紧紧盯着自己 看着架势我要是跑了 他怕是要生情我不可 他连忙安抚男人 我调一下药剂 等我一两分钟就好 等小助理调好药剂回膜的一瞬间呆住了 只见指挥官可怜巴巴地 舔势着他受伤的小尾巴 顾维兰小心翼翼地处理着尾巴上的伤口 会有点疼 稍微忍一忍 刚滴了一滴 小魅魔瞬间叫出了声 尾巴好疼好疼 宝宝 我要疼渣掉了 小助理被他的反应吓了一跳 取出个糖果放进他的嘴里 放心吧 不会的 英语 你要是又想咬东西了就告诉我 不准再咬自己的尾巴 知不知道 我好不容易才给你包扎好 很辛苦了 看着自己的尾巴 英语两眼放光 这是宝宝专门给我包扎的 喜欢 好喜欢 好了 过来 我看看你的脚有没有受伤 英语顺势钻进小助理的怀里 抱住的一刹那 感受着自己宝宝的味道 体内瞬间燥热不已 不由自主地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投在女人怀里蹭来蹭去 小助理感觉英语身体很烫 于是询问怎么了 是还有别的地方受伤吗 英语不停地摇动着自己的尾巴 宝宝 我想要 小助理直接拒绝 跟你说了 不可以 男人不开心 一脸气鼓鼓的样子 一旁的不为蓝不油的被蒙住 别说 倒是挺可爱的 不要生气了 我现在是真的不舒服 不可以那样 说着俯身含住了他的唇 英语一愣 我的宝宝 竟然主动亲我了 好开心啊 人怀了上次的宝宝 上次却一门心思的想要贴贴 女人只好俯身吻上他的双唇 不要生气了 我现在是真的不舒服 不可以那样 英语一愣 我的宝宝 竟然主动亲我了 好开心啊 见英语松口 小助理趁热打铁 想要将人带离这里 英语却不乐意 他紧紧搂住小助理的腰 我不要离开 宝宝你是不是又想像上次一样丢下我 我不要 小助理轻轻抚摸着他的被安抚 这次不是 我只是 话没说完 心电响了起来 是联邦总统 不为蓝铁的铁子 算了还是挂了吧 正想着 手一滑点地接听 电话那头冰冷的声音响起 不为蓝 小妹魔皱眉 滚 不准叫我宝宝 然后快速挂断心电 小助理大惊 完了 等英语一赶期结束 我怕不得被扒层皮 转头看着男人气愤的样子 小助理叹气 算了先解决当下的事吧 他微柔地朝英语开口 上次是我不好 我跟你道歉 别气了好不好 英语傲娇地转过身 尾巴不停地敲打到地面 渐软得不行 小助理准备上点硬货 你真的不理我了吗 既然你不想理我 那我走了 听见宝宝说要走 英语慌了 他连忙用自己的尾巴 缠住小助理的细腰 将人带入自己的怀里 不等小助理开口 英语的眼泪 啪哒啪哒地掉了下来 宝宝太渴了 小助理无奈 我这还什么都没说呢 他搂上男人肩膀 乖 我不走 你别哭 英语将脸埋入小助理 一堆大白兔肩 不停地乱蹭着 看着得寸进尺的男人 顾维兰咬牙开口 你的爪子 拿开 可是这里好香 我好想咬 顾维兰没好气地将人推开 英语 这里好多设备都被你弄坏了 我们不能老待在这里 转头一想 现在正常跟他讲话 估计是听不进去了 给换个方式 想着 他瞬间眼睛上线 双目含泪 委屈巴巴地开口 这里的设备都被你弄坏了 如果继续在这里 我可能随时会有危险的 英语警银大作 什么 宝宝会有危险 他连在房间里忙检查起来 不好 这里果然太危险了